原来是他惨遭同学设计陷害,失身给同学亲哥哥,大肚子的他只得含恨下家,却被霸占房子和工作,还在一次家暴中被打掉七个月大的孩子,后又得知父母去世哥哥瘫痪,绝望的他投河后却重生到末日,起料遭丧失为公民民无辜,如今他再次重生回备强行上生物客前,心中唯有滔天恨意,三世为人的他发誓要报仇,让坏人受到应有惩罚。 向东你等会进去玩经典,别给人家玩坏了,还指着他给你生孩子呢? 妈,我知道的,嘿嘿嘿。 说着,陶向东就着急忙慌地推门进屋子里办事去,此时江叔躺在陶家的床上,猛地睁开了眼。 这渐渐的笑声,还有房间内的陈舍,我又重生回来了,那个噩梦开始的房间,但这次绝不会让悲剧发生。 缠江叔好几年身子,终于能吃到了,全靠我的好妹妹在他水里下料。 没错,是那个噩梦,可我从末日归来,还能被你欺负了,体内的屯物资空间还在,很好。 等下生米煮成熟饭,你就是我的人了,看不上我又能如何。 可惜你就是万乐之源,这一天我懂了三世,房狼电报。 江叔爆发心底的屈辱与不甘,将陶向东垫翻在地,他眼中流露出的唯有快感,屋内动静却惊动到陶向东父母和妹妹,三人挤进去查看情况。 向东你咋样,怎么好好的晕呢? 你个小贱蹄子,都是你搞的鬼对不对,下手可真狠。 我喊,你们全圆论人,反倒说我喊,让你们尝尝我的神器。 小叔,我们可是同学,我还请你吃过饭,你别用那根又粗又黑的东西戳我。 你的嘴脸令人作妄,知道我这些年怎么熬过来的吗? 江叔看向地上整齐的一家四口,心中仇恨未曾消散,他要把受过的苦与恶还回去。 江叔从空间里拿出来了一个药丸,这是末世研发出来的药,吃了一辈子不举。 桃向东下面直接干费了之后,江叔又瞄准了桃向红,他一直将桃向红当作自己的朋友。 可是这个女人却这样的祸害他,江叔又从空间里拿出来了一粒末世研制的药丸,吃了之后浑身发胖,脸上暴斗,再就是桃父桃母,想到他们对他做的一切。 江叔便拿出来了一个老虎钱,将桃父和桃母的大门牙直接给拔了。 江叔做完这些后,还是觉得不解气,想起此时处在特殊年代,便从空间里拿出大量英语书,塞到桃家衣柜里。 还伪造英文通敌书信让桃家人按手印,造成桃家是特务的假象。 随后他离开桃家,在路上找热心小朋友去报案,而桃家人醒来后懵圈了。 他,他们怎么来了,流氓罪很大的。 镇定点我们又没做什么,再说打人的是江叔,两位同志说不定是进来淘水喝的。 队长,搜到了,屋里藏有大量英文书籍,还有一封信我看不懂。 你们家通敌叛国,狗汉奸,将这些特务带走。 同志,误会啊,我都不懂英文。 同志,肯定搞错了,肯定是那个小剑蹄子伤害我们。 可证据确凿没人听他们解释,之后警察同志走访周围住户询问, 居没人看到江叔,桃家四口便被带走了。 而江叔看到这一幕心中暗爽,接着回到居住的小院挖着父母留下的东西,一共挖出四个箱子。 一箱小鲸鱼一箱珠宝两箱古董,我父母被批斗下放农村前,就已经把东西藏好。 可惜上一世便宜了桃家的人渣,而我重申回来绝不能让父母出意外,得下箱找他们去。 圣。 收起四个箱子,江叔从空间里拿出灵泉水喝下几口,绝土的疲劳感全消。 可是他想下箱得找人帮忙,便骑车去网单位。 小叔,都快下班了你才来,是身体不舒服吗? 班道打了几只疯狗,刘姐,记得你家有亲戚在支亲办工作? 是啊,怎么突然留这个? 我想下箱,这是得拜托你亲戚,刘姐能帮我搭个线吗? 你疯了吧,好好的下箱干嘛,很多支亲戚破头想回来。 我想好了,刘姐帮忙搭个线呗。 父母还在乡下受苦,不出意外很快会病逝,我要去帮他们。 七十年代没那么多门道,在刘姐引荐下,江叔仅用一包核桃酥就把事办妥了。 之后她回到小院从空间拿出螺蛳粉吃了起来。 反正要下箱了,不如把工作也卖掉,还赚上一笔。 小叔,沈来给你送粽子。 咦,你身上怎么臭烘烘的? 我刚上完厕所,多见胡沈的粽子,对了我过两天就下箱,准备把工作名额转出去。 您要觉得合适,我把名额转给小娟姐。 转给我家小娟?可你好好的干嘛下箱? 乡下的日子很苦的。 一个人在家里太孤单,我去乡下投奔亲戚,上,工作名额的事就这么定了。 小苏,你的工作不错,神给你一千吧? 我只要六百,再讲价我跟您急。 上一世逆亡,是胡沈替我收的事,这份恩情得还。 隔天江叔把工作转给小军,手里多出六百块。 由于他要下乡的地方在东北,便去百货大楼办棉袄被褥,接着又去找岛爷买全国票证。 一次买六百块的全国票证,你这是要出远门吗? 世界那么大,我想出去看看。 钱货两清,再见。 出手好阔绰,跟过去看一下他是何方神圣,要是遇见肥羊,我不介意干票大的。 姐可是去过末日的女人,你也配跟踪我,看我来个反跟踪。 江叔路过转角甩开岛爷,反而跟踪岛爷回到家中,接着从空间中取出末日沉睡烟,由窗口把烟扇进去,方才走进岛爷屋内。 夜黑风刚好败事,你对我图谋不轨,就怨不得我了,让你见识下什么叫末日女土匪。 江叔在屋内薅羊毛,找到现金跳证三万多,还用金属探测器找到地下十多箱珠宝古董,全被他吸入储物空间,最后试了服衣去,导爷醒后认为是对头干的。 郑筹被跟对方拼杀,而罪魁祸首江叔已到了警察局。 同志,问一下,陶向红一家怎么样了? 小姑娘家家打听做什么,难道你跟他们是一伙的? 陶向红还差我两块钱,想跟他要一下。 等下辈子再要吧,陶家犯敌特罪全家被判死刑。 打下我的两颗药,不过这样也好,前一世的苦难与我再无瓜葛,今时要照顾好父母,愿他们长命百岁。 江叔听到陶家人下场后放下了,接着他又准备好一些干肉食,便坐上了下乡的绿皮火车。 你好,我想坐靠窗的位置,咱们换一下吧。 不换。 你这人真小气,不就让一下位置吗?为啥不能给我让? 我们很熟嘛,我认识你嘛,麻烦你搞清楚,在外面没人惯着你。 谁愿意将靠窗的座位让给我,我给他一块钱。 同志,我的位置让给你坐。 哼,看到没,你不让,有的是人让。 跟我闲板什么呢?我空间里有末日带过来价值数亿的物资,搞得好像谁缺他一块钱似的。 众之亲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,接着相互聊天熟络,到饭点则各自取出食物吃,而沈娇娇没带口粮,花高价买了一份红烧肉盒饭,吸引众之亲羡慕的目光。 那些粗粮啥的,人家可淹不下去,某些人不会是要乐着吧? 江叔打开饭盒,刘姐做的饺子,还是一如既往的香。 白面饺子,猪肉馅。 他家也挺富裕,这和饺子够吃两顿了。 不好吃,火车上的东西就是不行,根本吃不下去。 沈知青,你不吃能给我吃吗?省得浪费了。 你愿意吃就吃呗,吃完记得把饭喝耍了。 江叔看在眼里没说什么,这个年代吃不饱的人不少,更别说吃红烧肉了,而这是南知青齐文君上前搭讪。 江知青,你好,吃个水果糖吧。 亲,看到我吃饺子,才过来主动搭讪。 谢了,不用。 沈知青,吃个水果糖。 好啊,谢谢齐知青。 齐文君搭上沈娇娇,两人聊得熟弱,江叔却从齐文君身上看到小白脸的影子,可影响不到他利益也懒得管。 在一天两夜颠簸后,他们终于抵达目的地车站。 我去,张梦,齐文君沈娇娇,竟和我在一个生产队,往后乐子大了。 红星生产队的知青,来这边集合,看起来细皮嫩肉的,还有三个娇滴滴的女娲,这是送来了几个活祖宗。 你咋这样的态度,我们是来支持农村建设的。 蠢女人,脑子里装的怕不是豆腐渣,刚来就得罪村里人。 本大队长还不喜欢接受你们,不乐意支援农村的自己买票回去,考虑好得上牛车跟我走。 几个知青不敢多言,沈娇娇只得上牛车,反观江叔要聪明得多,深知人脉重要性的她跟宋宝田闲聊,其料沈娇娇故意唱反调。 江知青,你睁眼说瞎话,这里又求又酸哪里好,我看你就该生在农村,和乡下泥腿子一样吃苦瘦嘞。 说瞎话的人是你,没农村农民咱们城里人吃啥喝啥,你瞧不起乡下人,以后别吃农民种的瓜果蔬菜。 沈知青的话太过分了,不过这类人家里条件都不一般,老汉我还得罪不起。 宋宝田无奈地赶着牛车,江知青们带到粮仓处,指着几个袋子介绍。 每人十斤包米面,五斤玉米面,二十斤红薯,粮食大队预支给你们的,往后从公分里扣。 大队长,咋都是粗粮,这是人能吃的吗? 我们生产队的人都这么迟,难道我们不是人? 凶人家干嘛,我又不是那个意思,可我真淹不下粗粮,花钱买细粮成嘛,要二十斤大米十斤白面。 车,把粮放上牛车,待会带你们去住处。 很快,一行人便来到了几间土房前。 还剩两间正房一间仓库,两个男知青住一间正房,剩下得看三个女知青怎么分。 仓库黑布隆东的好怕怕,还是跟人住一间吧,张梦看起来比较好使货。 张知青,咱俩住正屋好不好? 家里不可能帮过我,而我一个女孩怕干不过公分吃,省交交钱多无脑,帮上她是不错的选择。 那好,正屋有两张床,刚好够我们住。 小江知青,仓库环境不好,要不你问下其他知青,去他们屋子里挤一下。 没事,我独居习惯了,以后小仓库我一个人住。 当然可以,我不会再安排人进去,另外放你们一天假去采购天制,记得后天上宫。 宋宝田简单安排道,接着几个知青各自进房间打扫,齐文君却摸进姜叔的小仓库。 姜知青,要不我帮你打扫一下? 我不需要帮忙,谁让你进我屋子的,赶紧给我出去。 我只是想帮你,女知青打扫脏屋子太累。 听不懂人话吗?再不滚别怪我不客气。 你这话说过了,我只是好心帮你。 男知青闯入我屋子叫好心,孤男寡女的传出去我百口难莫辩,滚。 姜叔把齐文君推到屋外,引得同来知青议论,齐文君也不觉得尴尬,转而去帮沈娇娇。 他感叹齐文君为人真好,而姜叔这边正想着如何布置房间。 得买点报纸来贴墙上,防止土灰掉落,还得在村里买点桌椅,草席啥的。 姜叔打定主意到村里转悠,用一把水果糖找到个叫狗娃的小跟班,顺带到对方家里拿糖换草席, 而找木匠打衣柜和桌椅花了五块七,等他回去已是下午,上宫的老知青刚好回院子。 大家好,我是知青队长马建国,最早到村里的知青,在这边待了八年,咱们知青要团结互助。 马知青?我饿了,现在去哪里吃饭? 知青吃饭要自己做,你也可以跟人搭伙,那边的锅造供我们轮流使用。 好麻烦,不会一人去买一口吗? 沈知青说笑了,买锅需要供业券,整个知青点只有两位同志买到一口锅供用。 不就供业券吗? 招梦,我们明天去买口锅分处来吃,但你要负责做饭,到时我多出些粮食。 好,听沈知青的。 沈娇娇高调的做法令人不满,而姜叔也有买锅单吃的想法,却没当众说出。 接着马建国分配知青点工作,可沈娇娇连浇菜水都不愿意做,答应每月补贴知青点两块钱,引得部分知青心中不满,但他们只能向现实低头。 吃饭了,这顿算我们欢迎新知青。 野菜配玉米萌萌,乡下的条件确实艰苦,我爸妈被打成坏分子,说是住在牛旁,那又是过得什么日子? 可我不能明目张胆地去找,否则帮不到父母,还会让自己栽进去。 咱们就吃这个,没有肉吗? 吃肉?那是半年前的事了,沈志青,你尽快适应吧。 玉米萌萌萌还是特意为你们争的,平时我们都喝西玉米粥,你要瞧不上留给我们吃。 都美,少说两句,适应需要时间。 姜叔也觉得割嗓子眼,但他亦经历过末世的人,只要是食物都能咽下,吃完各自回去休息。 隔天早上他们新知青去村头坐牛车前往县城,到县城后,沈娇娇带上张梦直奔国营饭店,姜叔则到废品站买报纸和书籍。 大爷,这些东西一共多少钱? 报纸一分钱一斤,书本两分钱一斤,总得给一块钱吧。 笔薪书划算多了,给,我下次需要再来买。 好重的,你个女娃令得动吗? 没事,我力气大,该去供销社采购了。 姜叔没走出多远,听得吵闹声传来。 有热闹看,是家庭纠纷吗? 快放开我,我都不认识你们,抓着我干嘛。 燕燕,娘知道你跟孙子吵架受了气,可家里孩子刚生下来两月,不能断奶啊。 燕燕,对不起,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跟你吵架,孩子不能没有娘。 我不叫燕燕,我要报公安了,救命。 这画面似曾相识,他们好像是人贩子。 走,放开那个女孩。 我跟媳妇吵架关你啥事,炫你少管。 她是我妹不叫燕燕,你俩到底是什么人,说。 黄了,我们走,有人纠缠不好下手。 我不是你妹啊。 孩子,你这么诚实干嘛,善意的谎言不懂吗? 臭丫头罩我,赶坏我的满满。 就凭你,让你见识下什么叫格斗。 姜叔回想第二世的格斗技巧,配合被灵叶略微强化过的身体, 将两个人贩子打趴在地,接着公安来把人带走,被救的人上前感谢。 你好,我叫陈念,在纺织厂上班,多谢你仗义出手。 刚才太紧张没配合好,我请你吃饭吧。 不用了,这一幕让我回想起被折磨的日子,所以没忍住出手,我还得去供销社买东西。 我陪你去吧,我舅舅是供销社主任,买东西方便很多的。 好,麻烦你了,有些物资的确紧俏。 我父母身份不好,留学人脉也好有照应。 怎么会没有锅呢,我有工业券。 供销社没货,有金条也不管用。 什么破供销社,连口锅都没有。 沈娇娇又想发大小姐脾气,只见陈念和姜叔走到店内。 姐姐好,她是我朋友姜叔,要来供销社买点东西。 同志,你好,请问你要买什么? 一个水壶,两个糖瓷盆,一个糖瓷缸,还有锅碗瓢盆,油盐酱醋,有的,马上给你拿。 不是说锅卖完了吗,怎么又有的卖,你们搞区别对待,我要举报。 那你去举报呗,锅是留给我自己的,现在卖出去不行吗? 你欺负人。 你快别说了,谁知道要在乡下待几年,我们以后还得来。 纯叔有毛病,走到哪都能得罪人。 给我水果和肉罐头哥两个,大白兔奶糖,红糖,桃宿哥一惊,小叔,竟然不能请你吃饭,但东西你一定要收下。 好,那我就不和你客气了。 沈娇娇见状气红脸,随后姜叔跟陈念道别,坐上牛车往回赶,而他的锅成了车上最亮的物品,不由得让几个老婶子搭挂。 姜之情,你怎么买到锅的? 一个朋友帮我开口,售货员就把他的锅让给我了。 你在现场还有朋友,他应该不是普通人吧? 他在纺织厂工作,父亲是机械厂副主任,母亲在肉联厂工作。 出到红星生产队,稍微露一点也好拉人脉。 真了不起,以后需要帮忙来找沈子,我最乐于助人。 哼,臭闲百事吗?这点人脉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 沈娇娇满是极度,等牛车到了生产队,几个老沈子要帮姜叔送东西回去,他全给婉拒了,回到住宿的他拿个肉罐头给马建国。 队长,我刚来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,往后得靠你们老知青传授经验,这个罐头拿去给大家改善伙食,算是我的一点心意。 姜之青,你这也太客气了,我代表全体老知青感谢你的心意。 半年来,终于能吃上一顿肉,搞时间土豆进去能对一大锅。 还是姜之青会做人,不像某些人,躲在屋里冲奶粉盒,买十几个罐头舍不得拿一个出来,忘了昨天那顿吃水的凉。 东美,别说了,听到还以为我们馋他的东西。 中午饭很快开火,沈娇娇没买到锅依旧蹭大锅饭,其他之青大快躲银,他却一口没动。 这有啥好吃的,看着都提不起食欲,张之青,待会给我鸡蛋面吧。 娇娇,等我吃完给你煮。 那你吃快点,我都乐得不行了。 真没救了,说话不分场合,百明在拉愁汉。 姜之青在吗?你的家具打好了。 无数,在的,我现在跟你过去搬。 不用,我两个儿子已经搬到门口,直接给你送无礼白号。 姜叔的小仓库摆上家具,墙和天花板表上报纸,变得极为舒适, 又从体内空间拿出一瓶烧刀子,一条大前门,来到宋宝田家中。 小姜,你有什么事吗?早说那仓库住不了。 我住得挺舒适,刚才去县城买东西,想起大队长去火车站间我们也挺辛苦,给您带点东西过来。 太贵重了,小姜,需要帮忙警官开口,别跟叔不好意思。 还真有,我刚买了口锅,想打个灶自己开火,想请宋叔找人帮我弄下,工钱我来出。 谈什么工钱,让我家老大帮你修,一下午搞定,吹干后开灶就能用。 宋叔,太感谢你了。 随后宋卫明到江苏屋里,他熟练地在后墙开洞留作烟囱,又在一番操作后修好灶。 宋同志谢谢你,喝碗糖水歇息一下。 曾田,开洞的空缺部分我已用黄泥封好,你看一下还有哪要修的。 没了,我挺满意的。 那我回去了,记得你把干掉再开灶。 灶修好,江苏的小屋随之布置完成,独自用一个灶让不少知青羡慕,而他放心不下的还是父母,于是敲定从侧面打听消息的方案。 一月清晨送宝田过来分配工作。 江知青负责打一杯老猪草,其他新来的知青男的跑地,女的拔杂草,老知青继续昨天的工作。 江知青会做人,打猪草一般是老人和小孩的活。 队长,我干不了农活,要不我每月补贴? 不行,歪风协气要不得,你们知青点的分工我不管,但生产队上工要按我分的来做,还要把你穿得不垃圾坏了。 田地活很脏很累。 可我不会呀。 不会可以学,我对新来的知青比较照顾,待会看到老知青的农活你们会明白。 坚决服从大队长分工。 你们要向江知青学习,服从安排,听指挥。 宋宝田分完工匆匆离开,不想在大理沈娇娇,众知青拿上农具出工,江叔则跟着村里小孩上山打猪草,被狗娃带到秘密据演。 江姐姐,这里猪草多吧,就我一个人知道。 狗娃子真厉害,姐姐昨天买的奶糖,哎。 江姐姐真好,我带回去给奶奶吃,她活一把年纪还没吃过奶糖嘞。 真懂事,多给你两颗,你也能吃。 对了,那边山脚的破房子也住人吗? 那是我们生产队的牛棚,除了养牛还住着几个坏分子。 姐姐千万别去那边,和花分子扯上关系要倒大霉的。 爸妈,你们受苦了,我会想办法过去探望,重生回来的我要让你们长命百岁。 他整理好心情后开始割猪草,可不得要领得他割得很慢,多亏狗娃帮他割了半倍了。 干完一天的活种之青回到住处,沈娇娇当场哭出声。 这不是人过的日子,我的手拔草都拔红了,嘶,好疼。 沈知青,这才哪跟哪呢?往后的活更苦更累,你不得哭成累人。 你就别再吓唬沈知青了,看他脸都白了。 我说的是事实,让他提前有个心理准备,等粮食抢收的时候特忙,连学校都要放假,老师学生一起上阵收粮。 摸不下去了。 你还算好的,我手脚都磨出了血泡。 沈知青,我哪有祖传的药膏,待会给你拿点擦下。 兴起的又开始了,他是铁了心向攀告知,吃卵饭,不过沈娇娇似乎很感动,贱男傻女真般配。 江叔听了半截回屋所门,便躺在床上养精蓄锐,等到了夜里他起身换上夜行衣,他裹得岩石连亲妈见了都认不出来。 打败是夸张了点,爸妈被打成坏分子,我只能小心行事。 江叔悄悄溜出屋门,而知青们忙碌一天后睡得很死,察觉不到细微动静。 之后他走僻静小路到牛棚外。 爸妈,我很快就能见到你们了。 牛棚破烂漏风漏雨,夏天蚊虫多还特别臭,爸妈住里面太难熬了。 谁? 爸,是我。 小叔,你怎么在这里? 文周,你又想小叔了,早点睡吧,明早起来还得产牛粪。 真,真的是小叔。 爸,妈,女儿好想你们。 江叔跑过去抱着分子,一家三口不敢闹出太大动静, 眼泪却是哗哗往下流,可白玉贤很快发现问题。 小叔,你不是在京城吗?发生了什么事? 没事啊,我特意下乡来找你们,如今是红星生产队之亲。 胡闹,说你什么好,乡下日子苦得很。 反正现在回不去,你骂我也没用,实在生气打我两下好了。 这孩子,爸舍不得,你为了我和郁贤下乡,我打心里感动,可我们被打成坏分子,哪怕你在红星生产队当之亲,也要跟我们划清界限,不然会连累你的。 爸,我懂,牛棚里的其他几人可靠吗? 被打入牛棚的坏分子,全是有原则的硬骨头,剔斗时改口承认错误的人,落不到这步田地。 我给你们带了些食物,有猪肉罐头,水果罐头,新包装压缩干粮,外加十斤大米,十斤白面。 江叔拿出不少食物,二老感动中带着担忧,白玉贤抹了把眼泪。 小叔,够了,我们平时藏东西的坑不大,多了藏不下的。 差点给忘了,还有桶像水一样的药,你们当水喝就行,能强体质,少疾病,记得一定要喝。 好,妈记下了,会按你说的做。 小叔,你赶紧走吧,以后尽量不要过来,我和你妈不想你有事。 爸,妈,照顾好自己。 江叔不舍地离开,把食物和灵泉水交到父母手中,他觉得这一世父母不会早早失去,回去的路上心情大好,回到院里去遇见企业的齐温君。 江志庆,你这是出门了吗? 起夜上厕所,不用跟你汇报吧。 好巧,我刚要去,方便我进屋聊聊嘛。 聊你大爷,往后再赶招惹姑奶奶,老娘废了你的命根子。 别那么野蛮,大家都是志庆,会有很多共同话题的。 臭流氓,还跟我蹬鼻子上脸,看我段子爵孙脚。 江叔出脚踢翻齐温君,转身进屋关好门,想起对方猥琐的笑容觉得一阵恶心。 清晨照常上宫,一大早,正在点名的宋宝田就在道库场大发没停。 沈知青怎么没过来? 他说昨天干太多农活,身上腰酸被控起不来,要歇一歇。 拔个草教苦教嘞,妥妥的资本家大小姐做派,你去把她喊过来。 她要是敢不干,我罚她去扫猪卷。 我是不想得罪她,可做人也不能太离谱,整个生产队的人都看着呢。 随后宋宝田分配工作,江叔今天也要下地拔草,刚到地里便有人热情打招呼。 小江知青,我叫宋彦宏,宋宝田是我爹,来,我教你怎么拔杂草。 谢谢彦宏姐,拔草挺伤手的,送你副手套戴着拔。 稀罕物件,姐可舍不得,留着台种东西的时候再带。 两人开始拔草,可大方的江叔吸引到几个老婶子目光,立马有人跟她搭话。 小江知青,你今年多大了? 沈,你关心我多大干啥? 随便问问,你一女孩下乡挺苦的,干嘛活去沈家里做做办? 我请你吃顿饭,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,如果我儿子能跟他发伤点什么,往后日子就好过了。 这老婶子散盘打的琵琶响响,可在我面前耍心眼,还愣了点。 不用了,我自己有吃的。 这孩子,沈好心请你吃饭,咋还不领情呢? 前朝帝开始道德绑架,作为外来人员的江叔不好跟他争论,却有另一个老婶子跳出来帮枪。 别以为人家姑娘傻,看不出你打歪主意,就你儿子那德性还是算了吧,哪配得上小江知青? 甜脆啊,你太坏了,难怪你家老三会出事。 他以后半子绝孙,都是你个娘缺得是干多了,才让他遭报应。 我儿子好歹是副营长,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 老娘打架还没输过,你过来试试。 两个老婶子一言不合打起来,不少人在边上看热闹,江叔急忙劝说。 两位婶,不要打了,你们不要再打了。 住手,拳头只能挥向敌人,上攻时间打架像什么样子,你们今天那公分全扣。 大队长,看我的脸被挠成什么样子,甜脆额得赔偿我。 圣,这时你也有错,那方面可不敢乱说,搁谁身上不计。 全部回去干活,再看热闹把你们公分给扣了。 小江知青还帮我说话,真是越看越喜欢,可惜老三出了那档子事,配不上小江知青。 圣,谢谢你帮我说话。 谢啥,圣看不惯他那德行,也担心你一个涉事未深的小丫头被算计。 圣真好,回头我送你几斤了,算是补偿今天的公分。 不用,圣不要,我儿子可是副营长,家里不缺吃的。 我哥也在部队上,不过他是连长。 两人找到共同话题,是越聊越熟络,这时却传来尖叫声。 沈知青,你笨死了,这一茶地里的花生苗都快被你扒光了,都是白花花的粮食啊。 凶人家干嘛,我又分不清草和花生苗。 大伙看,还意识不到自己错误,你分不清不会问吗? 做点是真离谱,它是怎么长这么大的? 隔壁村有个男知青更离谱,烧掉大半个粮仓,说是跟驴杠上了。 你你你,花生苗的损失从你公分里扣,上面就是送个活祖宗。 给我,以前觉得知青叫气,如今跟沈娇娇一比较,其他知青可爱多了。 欺负人,你们全都针对我。 沈知青,别哭了,剩下的活我帮你干。 齐知青,谢谢你,就你对我好。 兴起的也不是简单货色,有你哭的时候。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,江叔估摸着来之前游记的包裹快到了,便找大队长批了架,坐上牛车去县城取。 小江之青扛这么多东西,早说一声我去邮局门口接你。 没事,大爷,我能扛得动,麻烦您帮我看一下东西。 扛,没问题。 随后江叔找到陈念,两人前往肉连厂,路上有说有笑。 陈姐,乡下婶子给的干山楂,带点来给你尝尝,说是销石开胃。 小叔,我收下了,挨回你拿几匹瑕丝不走,可不能拒绝。 好,我可不矫情,听说肉连厂的猪肉供应紧张,去晚了拿不到货。 放心,有我妈在,弄个几斤没问题。 妈,能给小叔哥几斤肉吗? 当然没问题。 两斤五花肉,八根排骨,一块猪肝,今天只能弄这么多。 够了,谢谢阿姨,我一个人够智商好几天了。 不用跟姨客气,上次你救了阿姨,我还没正式报答你。 您这话就见外了,现在我和陈姐是好朋友,说啥报答不报答。 江叔买完肉往回走,半道遇上扛包裹的沈娇娇,对方当场公主并发作。 江知青,我拎包裹都快累死了,你帮我拎一点吧。 我凭啥帮你,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 咱们下乡知青就该互帮互助,让你帮点小忙把话说这么绝,太不尽人情了。 我就不帮你,你咬我啊。 小气鬼。 拿包裹的知青纷纷到牛车处集合,江叔打量沈娇娇一眼,没想到他这次买到了锅和猪肉,而最后一个乡亲也扛着包裹倒来。 松大爷,这是江文州的包裹,待会你给他送过去。 爸的包裹应该是哥送过来的,得想办法拿回去拆开,看里面到底装了什么。 到生产队了,拿好各自的东西,别过后又来找我要。 机会来了,我拿走父亲的包裹,再把自己被褥,棉袄的包裹留下,最后松大爷会把剩下的包裹拿给父亲,几步美哉。 江叔暗响的行事,顺手把父亲的包裹带回家。 拆开后发现里面有两套棉衣,以及五十块钱,一些军用票证,哥哥的照片,他看到后愣住了。 估计哥哥不是第一次给父母寄钱和粮票,那为何他们还过得如此艰难,我得弄清楚,就说拿错包裹过去换回来。 江叔快步来到牛棚,却见二流子王大志正在抢父亲的包裹。 你个坏分子赶紧松手,不然老子不客气了。 我再坏也没你坏,每次都来抢我东西,你好歹比我留点啊。 你个没觉悟的坏分子活腻歪了,看老子不打死你。 可恶,你个二流子。 江叔见父亲挨打怒从心中起,冲动去把王大志踹飞。 你个抢劫犯才是坏分子,骨子里坏透了。 小叔好大的力气,真担心他惹上麻烦,可我又没法与他说话。 你为了坏分子打我,我要到大队长那告状,你和他们是一伙人。 你去啊,抢劫犯还有理了,告到警察叔叔那,你得蹲大牢。 而我是在剔除生产队里的臭虫。 好,好,你等着,敢跟我对着干,你完蛋了。 你没机会用那些下流诏书,走,跟我去见大队长。 江叔拖着王大志往田里走,对方无法挣脱他的怪领,随后两人来到田间地头。 小江知青,是不是王大志欺负你了? 大队长,这个知青打我,他维护坏分子,把他抓起来改造。 小江知青看起来挺文静,能把王大志打成这个行命? 是这个人倒打一耙,我刚才不小心拿错包裹,打开才发现写着江文舟的名字,便去牛棚准备还回来。 结果看到王大志在抢别人东西,我想红星生产队哪能容下这棵老鼠时,就给他讲了几句道理。 抢谁的东西都不对,近期就得好几年。 我才没抢东西,是他们主动给我的。 王大志话一出口,干农活的乡亲们沸腾了,江苏乘胜追击。 坏分子送你东西,你们才是一伙的,你思想觉悟出现大问题,必须得送去改造。 怎么办,我似乎中了小丫头的圈套,说抢不对,说送更不对。 大队长,害群芝麻不送公安,毁坏了我们红星生产队的名声。 我也想把他踢除,可他舅舅在公社是有一号的,还不好招惹。 小江知青,王大志确实做得不对,不过你也没啥损失,晚上开个批评大会,让王大志自我检讨一下。 江苏听出宋宝田的意思,打算把这事给接过去,他心中自是不爽,可没法忤逆大队长,而这时两个公安到来。 江苏同志,我们又见面了。 黄局长,是需要我配合调查吗? 不,上次你帮我们抓获两个人贩子,昨天正式结案,我是特意过来送锦旗感谢的。 建议勇为,青年楷模,黄局长太太拒我了。 江知青受得起,另外还有五十块钱和一百斤粮票奖励,算是奖金。 作为人民群众的一员,对付坏分子是我的责任,奖金就给需要他们的人,我捐给咱们红星生产队助力生产。 我空间里几个亿的物资,这三瓜粮早不如拿来做人情。 江苏做出捐献决定后,当即受到乡亲们一致表扬。 还是江苏知青思想绝无垢。 咱们生产队能有江知青,是全体队员的荣幸。 五十块说捐就捐,我发自心里佩服。 江同志,往后有苦难随时来找我们公安,我们一定鼎力相助。 黄局长,他抢劫。 坏分子自然有人会惩罚,但抢谁的东西都不行,人民财产不容侵犯。 随后黄志明到牛空出问话,得到相应口供,接着将王大志带走,这让宋老田很高兴。 这个生产队独流偷鸡摸狗拔大色,抓得好,公安直接来生产队拿人,他舅舅就赖不到我头上。 真羡慕江知青,他跟乡亲们彻底打成一片了。 羡慕也没用,江知青抓得可是歹徒,我遇到那种情况估计会吓尿。 老知青们羡慕倒不行,随后宋老田亲自请江叔到家里吃饭,这在整个红星生产队都是极为少见的,等他回到住处却听见有人嚼舌根。 又要上工了,听啥大队长给江叔批一天假,给我们只批半天。 沈知青不用心理不平衡,现在江知青是红星生产队的大功臣,大队长肯定要后代。 娇娇,你的活我帮你干了,你歇着就行。 沈知青,你对象对你真好。 你们可别乱说,我还没答应其知青处对象呢。 就你这豆腐呢,哪家的猪奇文君的糖衣炮弹? 江叔把他当个乐子砍,接着动手剁肉和面,将两斤肉全给做成肉包子,等真好后他一连吃下四个。 他又把猪肝一分为二,再拿上一些包子,分别给宋宝田和甜翠鹅送去。 娘,白面猫子啊,我先吃一个尝尝喂。 一共就十个包子,家里有九口人,什么时候轮到你先吃,把家里人叫出来分着吃。 我去叫醒了吧,这房我跟房贼一样,至于吗? 跟小江知青没法比,他人漂亮,干活打架厉害,厨艺一绝,去回家当儿媳多好,可惜老三下面出了问题。 江叔这边已吃饱在养精蓄锐,等夜深后便穿上夜行衣前往牛棚再次给父母送物资。 小叔,你来了,白天的事我可一直揪着心,下次可不能乱来。 爸,我心里有数,哥不是第一次给你们积包裹了吧? 小燕每隔几个月都会送包裹过来,可王大志每次都来抢,而我们是坏分子,都没地方申冤。 可恶的王大志,上上师若不是他抢我爸妈的东西,二老也不会病逝在冬天,他就是罪魁祸首,等他从牢里出来,定让他付出更惨痛的代价。 小叔,你怎么了? 爸,我没事,尝尝我亲手做的肉包子,可好吃了。 我女儿手艺真好,玉贤,叫乔老,为老他们过来吃,顺便给小叔介绍一下,他们几个都是个行业的精英,如若有招一日能频繁,他们对小叔未来发展作用很大,学中送炭比锦上天花强太多。 等几人到齐,江文州介绍牛棚里的人才,有部队首长,老中医,经济学教授,两个科研工作者,而江叔苗懂父亲用意,当场开了两个水果罐头,赢得几人称赞。 随后江叔回到住处睡大觉,隔天上公路上却遭老婶子堵在半岛。 你个死丫头,贱体子,扫把兴,我家大致被你害惨了,要被判刑你知道吗?看老娘今天不打死你。 好泼辣的老婶子,四周也没个人,要不把他踹毛坑里。 李兰花,你敢,自己没管叫好儿子怪别人,我看你也该进去改造。 你胳膊肘往外拐,赶紧滚开别多管闲事,不然老娘连你一起收拾。 我可不怕你,谁都不能欺负小江之亲。 小江之亲,快来帮忙啊。 绳子,我来帮你。 知青打人了,打死人了。 你竟然敢打我头。 江叔顺势倒在地上,一动也不动。 你还让人先告状,玩意那谁怕谁,看我了不死你。 什么情况,那我该怎么办? 李兰花,你杀人了,你拿砖头砸小江之亲的头,这下把人砸死了吧。 你别瞎嚷嚷,我都没打到他脑袋。 我亲眼看见的,你还不承认,最好祈祷小江之亲没事,不然你要填命。 这死丫头肯定是装的,她想讹人。 李兰花心里慌得一批,争吵声引来宋宝田和不少乡亲,看到江叔躺地上都怒了。 天神子,你下手咋那么重,小江之亲被你打到不会动了。 李兰花,你撒泼也得有个度。 小江之亲昨天给队上捐了五十块钱,一百斤粮票,那是天大的恩情。 若他出了啥好歹,整个生产队都饶不了你。 不,我不是故意的。 现在送小江之亲去医院,李兰花。 所有医药费由你来出。 凭啥? 你打了人肯定得出医药费,还是说我直接报公安? 爷,爷,我出,大队长您别生气。 对,吓死他,让他泼辣,赶来半岛上堵我。 等等,送医院还不得穿帮,赶快来个人帮我。 送医院路太远,牛棚不是有个老中医吗? 让他先过来瞧一瞧,看情况再说。 未人中是坏分子,能给生产队知青看病,也算他的福气,快去请。 几个老婶子把姜叔抬回屋,不多时未人中道,把卖师发现了猫腻。 丫头买波跳动平文规律,梯子装得死牛一板,母用一点稳气,赏一个梯子如此好的人,看似天髓恶甲捞伞,送食尘。 未老头,你倒是说句话。 江之情有些情味闹震怒,我给他开击服药,但我创景阳一段时间,还有补宠阴阳,让你两个远能痊愈。 未老,多谢了,这个掩护打得好,不枉昨晚给你开罐头。 我也听不懂啥病,那就养着吧。 李兰华,江之青没法上宫干活,他这段时间的公分从你那扣,另外再给人家二十块钱二十个鸡蛋。 大队长,这赔偿也太多了点。 我是在帮你,现在小江之青和公安皇副局长的关系,你应该知道的,等他醒来可不就这么说了? 我赔就是了,小剑提子你等着,我遭受的所有损失,以后会一并讨回来。 之后为人中说江叔需要休息,田翠娥主动留下来照顾,其他人则去上宫。 小江之青起来吧,人全都走了。 婶子,你咋知道我装的,也太聪明了吧。 你那点小心思我能不明白,鬼精鬼精的还会讹人。 那可不,先下手围墙,后下手遭殃。 两人狠聊得来,差点没去结拜姐妹,下午十里兰花把赔偿送来,便恶狠狠地离开了,而江叔只收起十块钱。 岁阁神,多亏你帮我打掩护财了道钱,咱们一人一半才对。 这哪行,你额来的全部归你。 是,你出力了得拿一半,你不收,回头哪天接我咋办,收了咱们才绑在一条贼船上,不用担心你接穿我。 成,沈收了钱,咱们在一条贼船上绑得死死的,有福同享有难同当。 江叔获得两个月长假,每天从空间里拿牛排,饿肝,鱼子酱出来吃,没事还敷个面膜保养,日子过得舒坦自在。 反观沈娇娇每天下地干活,都快晒成黑炭了。 爸,我受伤了,流一滴血,疼死人了。 沈知青,怎么了,只是割破手指啊。 叫那么凄惨,害大家丢下手里工作过来看,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把整条胳膊泻了。 沈知青,你要学会成长,不能一直如此矫情。 针对我,全部人都在针对我,人家都受伤了,你们就不能关心我一下吗? 娇娇,别哭了,我来给你包扎伤口。 还是文君好,我私底下答应和他处对校是对的,等家里的票正到,买点好布料给他做身新衣服。 沈娇娇包扎好伤口,便跑去找宋宝田。 沈知青,你有什么事? 大队长,我手受伤了,要请几天假回知青点休养。 沈知青脑子又坏了,破个口子也想请假,一点小伤请啥假,你下乡当知青是来锻炼自己的,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。 大队长,你偏心,江知青受伤你就给他批,我受伤却不给批。 你和江知青能一样吗? 人家是脑振动,你只是皮外伤,继续出宫干活就对了。 你诚心偏袒江树搞区别对待。 宋宝田懒的大理沈娇娇。 干完一天浓活的沈娇娇,一回来就看到江树悠哉犹哉地坐在知青点的院子里。 瞬间不满,狠狠瞪了一眼江树,然后气呼呼地跑回了屋里。 这女的莫菲不是有毛病吧?竟然给我甩脸子。 第二天下雨,红星生产队全员窝躬,江树收到通知进城拿包裹,而沈娇娇等几个知青也在牛车上。 等到了县城,江树直接去找陈念,送给对方从二十一世纪带来的丝巾,因为他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。 丝巾?听朋友说好贵重的,在市里百货大楼都是紧窍货,这怎么好意思收? 陈姐,你别跟我客气,这是亲戚从京城寄来的,我下乡跑土没机会带,正好有两条,你和沈一人一条。 那我收下了,走,找我妈去,让她给你多弄点肉。 好,这几天挺柴肉的。 妈,这是小叔给咱俩送的丝巾,是金氏的高级货,你看这丝巾,够漂亮的吧? 谢谢小江,阿姨今天要给你盖一头猪作为回礼。 阿姨,现在天气太热,我一个人吃不完,你给我弄一斤就行了,再给我弄两根排骨。 陈姆很快就给江树拿来一斤肉,还有两根排骨,江树拿到东西,和陈念聊了会儿,便告辞返回了。 我还是要多走动走动,要不时间久了,关系就会逐渐冷淡,以后再找人帮忙,可就不好意思开口了。 就在江树准备回到牛车上的时候,被两个标形大汉拦住去路。 书分大姐大,就是这个娘们,上次抓咱们的人给帽子,真是太窝火了。 折在一个小娘们手里,真够废物的,今天就把她抓住,玩一玩还能卖个好价钱。 听书分大姐这么说,几个小混混像恶狼一样朝着江树走过去。 虽说江树坑了他们的胸脱,可这女人的长相姿色确实没得说,瞧那娇嫩的脸蛋,估计都能掐出水来,要是能给我大兴儿子做媳妇其实也挺不错。 老弟先等一下,小姑娘,怎么样,害怕了吧,如果害怕你现在求饶可是还来得及。 屁话真多,老不死的今天,你惹到我算是倒大霉了。 好,好,好,敬酒不吃吃罚酒,小老弟们给我上。 听到指令,这两个混混准备了东京制造,只要靠近江树,直接捂住她的口鼻,就能将人整晕带走,可他们到底是太低估江树了。 我最近一直喝空间的灵泉水,身体强悍的可以打嘎一头牛,既然你们送上门,我正好练练手,嘿嘿。 小混混,当走到江树跟前,还没来得及出手,江树便先发支援,以迅雷不及而知速出手,三下五除二就将这几人给撂翻在了地上。 出手太快了,根本不给这几人反应的时间。 这个小娘们竟然是高手。 江树看着被自己干趴在地的几人,不由地皱起了眉头。 我怎么莫名其妙地被这些混混给盯上了?你们是谁,为什么要对我动手? 我在江湖夜好歹也是一个狠角色,这让童行知道了我再到一个小丫头手里,以后还怎么混,如何镇得住手下的小弟,无论如何我是不能开口的。 嘿,大姐,你是头吧,姑奶奶给你一个机会,再不老实交代,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 大姐大哼了一声,一脸不屑地将脸转了过去。 还真是个硬骨头啊。 江树冷笑一声,拖下大姐大的心。 然后对着大姐大的脸狠狠地抽了两下。 还敢顶嘴,看我抽嘎你。 大姐大不仅被打得脸上吃痛,同时被鞋子的臭味熏得想吐。 黄毛丫头气人太甚,今天你不弄嘎我,我早晚会弄嘎你,快来人呀,快来人呀,打老太太了。 随着大姐大的一嗓子,不少热心人士都围了上来。 你觉得大家会相信你说的话吗?一看那两个小混混就不是好人,你想嘎我? 不好意思了,你没机会了,因为我这就送你去帽子局了。 姑奶奶撬不开你的嘴,相信帽子同志肯定能撬开,麻烦谁帮我抱一下帽子,我抓到了几个不法分子。 见大姐大几人看起来凶神恶煞的,确实不像好人,立马就有热心群众帮忙报公安去了。 此时的人群中,回乡探亲的宋时辰和许建设正目睹这一切,两人差点没惊掉下巴。 宋副营长,这姑娘身手真牛掰,估计我都不是她对手。 嗯,身手确实不错。 这姑娘身手好,长得也很漂亮,就是有点太凶了,感觉不好招惹啊。 其实女人凶一点也无妨,谁规定女人就必须柔情似水呢? 两人讨论间,黄志明戴帽子感动,看见江叔父母心头一惊。 小江之亲,你又抓到坏人了。 对,黄局长,这些人想暗算我,我觉得他们肯定不是好人。 江叔说着,江方才的具体情况说了一遍。 黄志明了解清楚情况后,准备带这几人回局子里盘查。 抓人的时候,忽然发现了大姐大的脸很眼熟。 这个人好像是犯团伙头目肖书分,通缉令还贴我办公室呢? 如果这人真是人犯团伙的头目,那我们些帽子就破获了一桩大案件。 到时候上头很可能大力表扬我们局子。 小江之亲,谢谢你这次又帮我们帽子抓获了坏分子。 这些人贩子可恶至极,若是将整个团伙连灯剿灭了,能拯救多少妇女孩子啊? 此时黄同志无比佩服江叔,小丫头伸手真是了不得。 上次我就见识过了,这次真没想到他又凭一几只力抓住了三个恶汉。 那个,黄局长,你要是真心感谢我,回头再上我们红星生产队,给我发一面锦旗。 我这个人有点虚荣,就喜欢别人称我为人民英雄。 撑,这是应该的,打击坏分子的是值得宣扬。 随后黄志明将大姐大姐人直接带走了,江叔随即拎起自己的东西,朝牛车的方向走去。 这女人真有意思。 沈副营长,你家是不是就住在红星生产队啊? 那姑娘好像就是红星生产队的知青,你认识她吗? 我从来没有见过江叔,走,陪我去供销社买点东西,这么就才回家一趟,不能空着手。 此时的江叔已经到了牛车这边,坐车的人就只有沈娇娇和齐文斌还没到。 乡亲们看到江叔手里的肉都露出羡慕的表情,不过,大家对江叔的羡慕很快就会转移,因为此时沈娇娇骑着一辆自行车,朝牛车这边赶了过来。 呆友,沈志青,你这是买了自行车了? 对,我买了一辆自行车。 沈志青,你的家庭条件真是太好了,自行车都能买得起。 这算什么,我父母还有小轿车呢? 啥样的家庭啊,还有小轿车,难怪沈娇娇那么娇气,原来出自富贵人家。 齐文斌听说沈娇娇家里还有小轿车,一时间也是激动万分。 我现在傍上了沈娇娇,往后做了沈娇女婿,靠着沈娇的关系,还愁美好日子过吗? 我来是通知宋大爷的,不用等我了,我有了自行车,自己骑车回去就行。 上级,沈娇娇骑着二八单杠自行车各自回乡,没想到一个没注意,直接掉进了泥潭。 娇娇,娇娇,快来人啊,有人掉进泥潭里面了。 听见齐文君的呼喊,旅车上的人赶紧跑过去救人。 就在那里,娇娇就在那里。 姜叔扒开灌木丛,探着身子往下看,的确,泥潭里正在挣扎的是沈娇娇。 怎么办,怎么办,娇娇快缠下去了。 闭上你的狗嘴,吵死了,谁带了绳子。 小江知青,我这里有根绳子。 行,你们退后。 随后姜叔一甩绳子,绳子正好套在了沈娇娇的脖子上。 大家一起往上拉。 小江同志,把绳子套在小沈脖子上,不会溜坏了吧。 没关系,他的命硬,一时半会嘎不了。 就这样在大家齐心协力下,终于把沈娇娇从泥潭中拉出来了。 还有气,还有气,我先回去找人,你们不要动这丫头。 小齐知青你留下,剩下的跟我回去找人。 宋大爷驾着驴车飞快地朝着山下村里跑去。 姜叔捶着头,等着宋大爷找人来。 突然齐文君大喊了一声。 野猪,野猪,小江同志,野猪来了。 齐文君本来想跑的,但是看到沈娇娇躺在地上,开始犹豫起来, 但是腿却不由地哆嗦了起来。 带着沈娇娇先走,跑得越快越好,野猪我来处理。 齐文君也不带犹豫的,因为此刻他真的害怕了。 扛起沈娇娇就躲在了草丛中, 姜叔深吸一口气,双腿一沉,等着野猪的攻击。 野猪一跃而起,张开恐怖的獠牙,冲着姜叔就飞奔过来。 呦呵。 姜叔不躲不闪,一个转身就骑在了野猪身上。 姜叔死死攥住野猪的獠牙,任凭他如何挣扎牛甩,都甩不脱他的手。 随后,姜叔从空间掏出一块石头,狠狠地朝着野猪头上砸去。 随着野猪的一声惨叫,一头几百斤的野猪就这么倒下了。 这小姜同志也太恐怖了,竟然徒手劈死了一头猪,太可怕了,我的妈妈呀。 姜叔一屁股坐在地上,剧烈地喘息着。 前世别说大野猪了,就是见到一只土狗我都绕道走,鸡都没杀过一只, 这重生过来就干掉一头野猪,也太刺激了吧。 姜叔走到齐文君跟前。 愣着干什么,扛着沈娇娇,下山,要不一会再来一头野猪,我可是应付不了。 大山深处隐隐约约,传来一声狼嚎。 夜晚的山林危机重重,血腥味不知会引来什么呢,不能在这待下去,得尽快下山。 姜叔看了一眼地上的野猪,又看了看下的尿裤子的齐文君,惋惜地叹了口气。 回到知青点,齐文君把上山遇到野猪的事情,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遍给马建国,而且重点夸了自己多么多么的勇敢。 为了保护小江之清和沈之清,我当时都豁出老命来了,当时我矿矿一砖头就把野猪干倒了。 姜叔听见齐文君的话,白眼简直翻到天上了。 真谈尿晦气。 哥哥男人家,哥哥哥主人家,哥哥哥谁人家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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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人家。 哥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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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,救你,我死。 爸,妈,我回来了。 小叔子回来了,哈哈。 田翠娥一听是小儿子回来,立马冲出了屋子。 儿子,爸妈想死你了。 洞家其他人也都从屋里走出来了,王金花这个当嫂子的见到小叔子回来,同样非常高兴。 他倒不是对小叔子有什么不轨的想法,主要是惦记小叔子带回来的好东西。 小叔子身上躺着的几个包裹可都是骨囊囊的,不知道带了啥好东西。 小叔子是部队里的军官,在痘痘的津贴待遇非常好。 虽然每个月小叔子都会给家里寄钱计票,补贴家用,可大部分钱票还是在他自己兜里。 以往每次回来,都会给老两口带不少好东西,这次肯定也不例外。 哦,呵呵。 王金花低头看到宋世辰手上,还拎着一条大鱼,一吊五花肉。 哎呀,妈呀,白花花的肉肉啊。 王金花就不由得往肚子里咽起了口水。 想说一次回来,家里的伙食水瓶就能跟着提升许多。 王金花对待宋世辰的态度那叫一个热情,眼睛都笑得眯成了一条缝。 太好了,爹娘天天在家面倒你呢,哎哟,你又带了这么多东西回来,扛着很累吧。 看着王金花内服殷勤劲,田翠娥早就将她的心思看透了。 王金花表面上在对宋世辰说话,眼睛却一直死死地盯着老三的包裹,不用说,肯定是打上了老三包裹里东西的主意。 这个老二媳妇,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势力眼,有便宜站的是,永远冲在最前面。 家里但凡搞到点好东西,她都一定要占一份,老三带回来的东西,是孝顺我们老两口的,凭啥让王金花站了去? 如果说王金花这个儿媳妇是个知道感恩的倒还好,可王金花偏偏是个白眼狼,你就算将整颗心都讨给她,她也不会感恩的,吃力爬外的东西,到天娘家。 这会儿见王金花要接宋世辰的包裹,田翠娥抢先一步,把她拦住了。 不用你费心,老三的包裹自己送回屋就行,你这么关心你小叔子,还不赶快给她跟堆凉茶过来,这会儿天气这么热,走了一路,老三肯定渴了。 田翠娥说着,偷偷给宋世辰使了一个眼色,宋世辰立马兴领神会,将包裹送进了房间,不给王金花接触的机会。 活不禁人把我当贼一样防着,气死我了。 王金花不情不愿地去到厨房,给宋世辰泡了一杯凉茶。 老三媳妇,收拾完一会去河边把全家衣服洗了,听到没有。 宋世辰,不要想着癞蛤蟆想吃天鹅肉,我是不可能嫁给你的,你不要想着去我家提亲,我知道你那方面有问题,娶不上媳妇,而我也算咱们村的村花。 你们家肯定有娶我的心思,但是从小订的娃娃亲不能做树的,那都是封建思想。 宋世辰一脸猛逼,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被这个女的叫出来了,心中怒火中烧。 这时候姜书正拿着凉茶去田翠鹅家吃饭,不巧碰到了这一幕,吓得赶紧躲到了树后面。 达,你想干什么,不要过来,你再过来我会跳起来打你膝盖的。 虽然你长得人模人样的,但是我有底线不会妥协的。 你是谁,你说什么,你叫什么名字? 你竟然不知道我的名字。 田小草觉得受到了七尺大辱,严努力真大。 你是在玩玉琴故纵吗?我劝你放弃吧,我是不可能回心转意的。 就在刚才之前,我脑海里根本就没有你这个人,到底是什么错觉让你以为我会娶你? 这些话像是一道天雷直接披在了田小草的头上,他抬头看着面前这个冷峻英质的男人。 小时候你还说你要娶我的,让我等你。 好了,那我现在告诉你,我不想娶你,还有事吗?没有的话我走了。 就在宋世辰转身的那一刻,江苏整个人如遭雷击,瞬间正在了原地。 是他。 上一世江苏死后灵魂在外飘荡,可能是因为执念太深,来到了父母身边。 父母是被吓放过来的,死了之后,直接被扔在了乱葬岗,都不能入土为安。 江苏守在父母的身边彻夜哭泣,可是那时候只有魂体的他,并不能为父母做什么。 在最绝望的时刻,江苏看到一个男人来到乱葬岗,帮他父母收了尸,还给他们挖坟埋葬了。 那一刻,江苏就认定这个男人是他最大的恩人,若是有来生,他一定会竭尽全力报答他。 没想到真遇到了这人,这个男人原来叫宋时称呀,名字真好听。 宋时称走后,江苏从树后面出来看到田小草因为生气正在地上挣扎,脸色已经变得青子,脸上的青睛到起,显然已经快要缺氧晕厥。 要是田小草嘎了,那就是犯法,那我以后怎么报答我的恩人。 江苏啪啪两巴掌打在田小草身上,把凉茶直接泼到了他脸上,然后开始恰他人中。 田小草好久才缓了过来,眼泪刷刷地往下掉。 宋时称刚才想嘎了我,小江之亲你看到了吧,我要告他,我要让他身败名裂,你到时候替我作证。 江苏嘎嘎一乐。 去你的,告你个头,我可没看见,我有事先走了,你赶紧收拾收拾回家吧。 很快江苏来到了田翠鹅家,就看见站在门口的宋时称。 这不是今天收拾书分大姐大的那个人吗? 小江之亲,嘿,见无错。 田翠鹅见江苏放花池般地盯着自家儿子,就猜测他肯定是被儿子的外貌给吸引住了。 我家老三却是长得好看,哪个不喜欢像貌英俊的帅小伙。 如果搁在以前,我肯定会毫不犹豫撮合两人。 但是我家老三那方面出了问题,可不能把人家往火坑退。 小江之亲,这是我家老三。 宋时称。 难怪沈今天这么开心,原来是儿子回来了。 老三,这乌鸟是小江之亲,她的大名叫江叔,和大队里别的之亲不一样,小江之亲可有本事了。 你好,我早就听事儿提过你了,你是军人,是人民的英雄。 好了,小江之亲,饭菜还没做好,我去接着忙活。 沈子,我跟你一起去吧,我也录两手,这个男人我是看上了,可是眼神太冷淡了,看来我得好好刷刷存在感了。 你是客人,怎么能用着你呢?你快休息吧,老二媳妇,饭赶紧的做。 好嘞,婆婆,婆婆真是偏心到她老祖宗家里了。 宋时称这边在外面劈柴,江叔就站在旁边看着,不一会宋时称就汗如雨下,江叔知道自己的表现机会来了,拿着一碗凉茶就送了过去。 喝了吧,喝碗凉茶? 宋时称看着盈盈一笑的小之亲,只觉得一阵心神迷离,情不自禁地滚动吼解。 本来这丫头就生得好看,现在又宠我这样笑,真跟会勾魂的狐狸一样,勾得我心痒痒。 你放心,这水我没有喝过,碗也是干净的。 谢谢,我只是走神了,没有嫌弃你的意思。 这男人真是秀色可参呀。 这小之亲的眼神怎么像老虎? 江叔在甜脆娥家吃完饭已经晚上了。 哎哟,天都黑了,小江之亲自己回去可不安全。 是呢,沈子,我自己一个人好怕怕。 旁边的宋时称听到江叔这么说话,差点把下巴惊掉了。 怕害怕,徒手要倒几个大汉人能害怕? 这样吧,沈子,我觉得让宋时称同志送我回之清典最合适。 那老三,就辛苦你了。 一路上,宋时称不说话,江叔只能开口。 宋时称同志,听说你是部队的军官,具体是什么级别的呀? 副营长。 宋同志,那你可真厉害,在没有背景与人脉的情况下,从普通士兵生到副营长,真乃人中龙凤。 借着昏黄的灯光,看着江叔笑面如花的样子,宋时称一时间看出了神。 保卫国家是我们军人的职责,也是我们永远的信仰。 很快两人达到了知青点。 宋时称,谢谢你送我回来。 这男的好帅呀,这个小江之青真有本事。 这男的好像是甜脆鹅他儿子,好看有什么用,据说当兵的时候那方面受不过伤,已经不是男人了。 是吗? 哈哈,没想到小江之青好这口。 通知,通知,红星生产队今天全体放假一天。 趁着休息日,好多小知青结伴上山打猎,江叔本来没有兴趣,但听到消息说宋时称也去了,瞬间来了兴趣。 这不就是为我创造偶遇的机会吗?正好上山搞点郡子和野味,送去给田婶子。 随后江叔背着贝瓏上山了,突然草丛窜出一只野鸡。 命这么好的吗?江叔害怕惊动野鸡,抬起脚慢慢地落下,可是他还是小瞧了野鸡的警惕性。 江叔的脚刚踩到地上,野鸡拍了两下翅膀就飞走了,沈娇娇听到声音走了过来,视线就看到一只野鸡飞走了。 哎哟,小江之青,你真厉害,上山就看见野鸡了。 江叔没有打理沈娇娇,继续往山里面走去,眼前出现了一片鲜艳的骏子,鲜艳的骏子有毒。 江叔避开挑选了一些常见的骏子,踩完后一回头看见了刚才跑掉的野鸡,直愣愣地站在他的后面。 江叔见野鸡没有动,拿起旁边的一块石头朝着野鸡的头上走过去。 什么狗屎印? 江叔为了不被发现,把贝瓏的蘑菇拿出来一些,将野鸡放到了贝瓏最底层,然后用一些蘑菇盖住了。 随后江叔开始边走边环顾四周,寻找宋世称的位置,就在江叔坐下来休息的时候,突然树林传来沙沙的声音。 我靠,什么运气,两天碰见两头野猪,看来又是耗体力的活,猎嘎时刻开始。 江叔摆好了姿势,准备一刀嘎了野猪,突然一关看到不远处有一道人影。 宋世称,妈呀,看来我不能表现得太凶悍了,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,不喜欢飙悍的,怕回去镇不住,我要给宋世称营造英雄救美的机会。 宋世称同志,救我救我。 宋世称抬眼便看到朝自己跑来的江叔,以及他身后追上来的一头大野猪。 在山里遇上野猪是非常危险的,小江同志,快上树。 宋世称靠在一棵大树边,随后两手交叠,双腿微曲,摆出一个半蹲的姿势。 江叔立刻就领会了宋世称的意思,他是想让他踩着他的手,爬到树上,以此躲避野猪的攻击。 这小江同志的身手一般人真不能比,赶上女特种兵了,我就没见过谁家小姑娘这么厉害的。 等江叔上了树,野猪也冲到了镜前。 宋同志,你小心啊。 随后宋世称拿出绳子,看似随意一丢,结果绳子经过一段飞行,不偏不倚地套住了野猪的脖子。 随后宋世称又谋足了镜,把绳子绑在了树干上,野猪用尽全力挣扎,发出了凄惨的吼叫声,为了防止野猪逃跑。 宋世称拿出萝卜刀,直接一刀封喉。 这么勇猛的男人,真是太有魅力了。 这野猪估计有三百多斤,弄下山,给队员们分一分,估计每家都能分到不少肉。 我来上山这么半天都没有看见野猪,没想到这丫头一出现就有这么大的收获。 是该说她运气好呢,还是运气不好? 好了,小江之亲,安全了,你可以从树上下来了。 宋同志,太高了,我不敢跳,你能不能接我一下呀? 好,你往下跳,我接着你。 说完宋世称张开了双臂,江叔一跳,正好落在了宋世称的怀抱中。 嗯,抓住机会,能开游的机会可不多,嘿嘿。 宋世称抱着江叔,只觉得江叔身体软软的,一瞬间心底生出一股异样的情愫。 小江之亲,已经安全了,你可以放开我了吗? 宋同志,我刚刚跳下来扭着脚了,好疼,你背我回去。 真的? 哎呦呦,疼,疼,疼死我了。 随后宋世称背起江叔,大步朝山下走去。 送完江叔,宋世称去找了大队长。 宋宝田一听有野猪吃,笑得合不拢嘴。 现在正是农活最累的时节,队员们干得活动,又吃不到啥好东西。 所以这段时间大队里的人都叫苦不敌。 若是能分到点猪肉,吃些欢心的东西,大家肯定都会非常高兴。 宋世称打到的这套野猪,对于我们红星生产队来说,无疑是一场及时雨。 野猪肉很快被分到了个人手里,野猪因为是宋世称捉到的,他被分到了三十斤。 宋世称打算云出一半给江叔,江叔这边正在躺在屋子里,翘着二郎腿, 左手吃着从空间拿出来的冰雪糕,右手烤着从山上打来的小鸡。 小江之亲,你出来一下。 一听宋世称的喊声,江叔猛的一震,确认是宋世称叫的自己, 赶紧把一半的雪糕和一半的鸡肉丢进了空间。 随后江叔煮着拐杖一扭一扭地打开了门。 宋世称同志,你特意来找我的吗?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? 大队分我三十斤的猪肉,我觉得这次我能猎杀到眼珠,主要是你的功劳,我分你一半。 我不要,这肉我不爱吃,你给我也是浪费。 那好吧,你不要算了,我自己拿回去了。 那你,走得这么果断,他好像不想和我有过多的牵扯呢。 完了,是不是对我不感兴趣,我这么主动,竟然对我不感兴趣,化杯分为食物吧。 随后江叔从空间拿出了五袋螺蛳粉,又拿了一瓶饼可乐,大口地炫起来了。 真是悠哉。 上级,因为有野猪加餐,老知青们都吃得喷香,但沈娇娇是个例外,扛了一头野猪肉之后,沈娇娇直接吐了出来。 呸呸呸,这是人吃的东西吗?给狗吃狗都嫌弃,短心死了,怎么这么柴这么腥,简直比树皮还难吃。 众知青吃得正香,一听这话顿时火热反正,他们吃顿猪肉还要被鄙视。 沈知青,浪费粮食是很可耻的行为,你既然不爱吃,怎么不把猪肉让给别人吃? 大队长好心给你分毒药,可不是让你往外吐的。 沈娇娇被许东梅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,眼眶顿时红了起来。 哼,你们,你们欺负人。 娇娇,咱们别生气,他们就是嫉妒你,乖宝宝。 沈娇娇也自知理亏,并没有争辩,就气呼呼地跑回了房间。 齐文斌一看着情况,立马就跟着进了沈娇娇的房间。 第二天中午,知青都在浓忙,突然沈娇娇和许东梅对骂了起来。 沈娇娇,我都快被你拖累死了,你干活怎么那么慢,我从来没见过比你更没用的人。 咱俩分当一个小组,忙了一上午,活儿基本都是我干的,你完成了多少? 我又不是故意不干活的,我的速度最多只有那么快,干一会儿就累了,实在干不动了,我能怎么办? 你说干不动就干不动了,我怕你就是矫情。 沈知青,你是没听亲大队长说的什么吗? 咱们什么时候干完了什么时候收工,就以那个乌龟速度,咱俩机贴非得熬个通伤不可。 许知青,我都说了,我不是故意的,我刚下乡,还没习惯这种劳动强度,干不动不很正常吗? 你有必要逮着我不放吗?你身为老知青,一点都不帮扶我们这些新知青,太自私了。 沈娇娇说着,委屈的大哭起来,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,许东没听到沈娇娇的话,再看她那副样子,气得牙根痒痒。 不知道整天哭什么哭,搞得像她才是受害者,明明倒霉的人是我啊。 沈娇娇这么一哭,知青们都朝他们两人看了过来,齐文斌作为沈娇娇的忠实舔狗,这会儿自然要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女生。 许知青,娇娇从小到大都没干过什么重活,没吃过苦,作为一同下乡建设农村的新青年,咱们之间不应该互相包容,互相帮衬吗? 齐知青,刀子不落在你身上,你是不是倒腾呀?既然如此,那就换你去和沈知青一起干活,好不好?你要是同意换,我保证不会再骂沈知青一句。 听到许东没的话,齐文斌忍不住身子一颤,打了个机灵,沈娇娇什么样的德行,他比谁更清楚,在干活方面,沈娇娇确实是废物。 哎哟,齐知青,你不是心疼你的宝贝娇娇吗?怎么这会儿又不想和他同甘共苦了?难道你对沈知青表现出的心头与体贴,都是庄的? 许东没这话一出,齐文斌的眼底顿时闪过一丝慌乱与心虚,齐文斌被嫁了上去,这会儿是不同意也得同意了。 换,我愿意换,换我和娇娇一组,你满意了吧? 文斌,谢谢你,你对我真好,这里只有你是我的依靠。 齐文斌扯起嘴角,装出一副非常深情的样子,冲沈娇娇柔声道。 娇娇,你说这些干啥?我是你对象,我不对你好,还能对谁好?你放心,我肯定不会像许知青那么苛责你,你干不动的活儿,我来帮你干。 姜叔在旁边默默地看了一场热闹,齐文斌还真是个有魄力的舔狗,难怪能把沈娇娇搞到手,不过我可没有闲工夫搭理他们两个。 随后姜叔回知青点煮了点凉茶,悠杀着去填翠鹅一家人。 姜叔过去的时候,填翠鹅一家人还没回来,宋时辰在家。 此时的宋时辰刚劈完柴,累得一身汗,用旁边的补水去认识了。 哎呀,妈呀,这是什么福利。 这个宋时辰一米八多的身高,绝对称得上高大,因为当兵经常训练的缘故,身上的肌肉真的很健硕。 嘖嘖嘖,这身材是真有料,不愧是我看上的男人,太带劲了。 姜叔越看越心仰难耐,忍不住用舌头舔了舔嘴唇,快把他尝坏了。 而此时的宋时辰,警觉到有一道炙热的目光在盯着他,他敏锐地转头,朝门口看了过去,抬眼便看到了姜叔。 两人视线相撞时,姜叔有意丢丢心虚,宋时辰被姜叔搞得有点不知所措,钻进了屋里,片刻之后,便换好了衣服,从屋里走了出来。 小姜知青,你来我家有事吗? 我是来感谢你的,煮了点凉茶送给你。 举手之劳,我娘他们还没回来,你先进屋坐一会儿吧,晚饭就在我家吃吧。 这时候当然不能跟他客气,这可是增进感情的好机会啊。 姜叔就像在自己家一样随意,找个板凳就坐了下来,还翘起了二郎腿。 这时候王金花拿着一条鱼出来准备炖了,抬眼就看到姜叔的坐姿。 小姜知青还真不见外,太放得开了。 很快田翠娥一家拿着锄头回来,看见坐在院子的姜叔,瞬间洗上霉烧,田翠娥想着还是要提前告知姜叔他们家老三的情况。 小姜知青,你真是个好姑娘,婶儿都想让你给我当儿媳妇了,可惜婶儿没有这个福气。 我家老大老二都结婚了,至于老三,外在条件是不错,可是那方面有问题, 婶儿可不想让你嫁给他收货吧? 婶儿,这有啥,这结婚过日子的,女人就图男人有没有本事,对他好不好,那方面的是不重要。 小姜知青,你年纪小,还不懂这些事。 这金窝银窝,都不如被窝里有个肉虎的男人,等你以后年纪大了,经历的多了,你就懂了。 好不容易吃上一顿细糠,没想到这个小姜知青又来了,打赶你这条死咸鱼,连你也欺负我,你这个挨尖刀的。 王金花此时正在舔尸嘴角,回味着红糖水的滋味,宋世青看到这一幕,不悦的粗眉,随后对王金花提醒道。 嫂子,这红糖水是我特意给人家小姜泡的,你怎么给喝了? 三弟,你对小姜知青可真好,都给人家泡上红糖水了,我是你二嫂,可从来没见你给我泡过,你是不是对人家小姜知青有意思啊? 姜叔一听王金花这话,立马来了劲,眸子里冒着金光。 莫不是,宋世青对我也有意思。 宋世青见姜叔的眸子发亮,身子突然一颤。 小姜知青不会误会了吧? 二嫂,小姜知青是客人,招待客人当然不能太寒沉。 我给客人准备的红糖水,你给喝了,于情于理,这就是你的不对。 三弟,二嫂喝都喝了,你说我做的不对,那我现在该怎么办? 喝尽肚子里的水总不能吐出来吧? 我是你二嫂,不就喝了你一碗红糖水吗?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吗? 田翠娥听到王金花的话,袖子一甩,随即骂了起来。 你这个落死鬼,我活了这么多年,就从来没见过比你更好吃的婆娘。 客人的东西你也要抢,多大的人了,小孩子都没你这么不识趣。 真不知道你的脸皮砸就这么厚,喝了给客人准备的红糖水。 说你两句也不行,咋地,你还有理了,你不自我反省就算了,还倒打一耙,说老三小气。 被婆婆指着鼻子劈头盖脸一顿骂,王金花立马缩紧了脖子。 我不就喝了碗红糖水,至于吗?这个家容不下我这个小可爱了。 还不赶紧去厨房帮忙,还得做晚饭招待客人呢。 王金花想到晚上有鱼有肉吃,立即屁颠屁颠跑进厨房干活去了。 只要有好吃的,天天骂我都成。 吃完晚饭,天完全黑下来了,宋史称送姜叔回家。 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往家走,突然路过一个池塘的时候,听到咕咚一声,宋史称用手电筒在水面上扎了一圈,发现水塘里竟然有一个人在拼命挣扎。 宋史称没有油路,直接把人救上了。 这是铁牛,他的情况很不乐观。 你让一下,我来试试,看能不能将他救回来。 姜叔利用后世学的急救知识双手交叉,用力地对着落水的人进行胸口按压。 随着他的按压,铁牛猛地咳了几声,同时把肚子里的水都吐了出来。 铁牛,你怎么样?现在好兴了没?这么晚你怎么不在家?跑到河边干嘛? 我,我吃了家里的一个窝窝头,把后娘惹脑了,将我给撵了出来了。 石称叔叔,我本来想去我姥姥家的,谁知道一个不小心掉进了河里。 姜叔在一旁了解清楚前因后果,看着赵铁牛的眼神中也满是同情。 都说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。 没娘的孩子就是可怜。 走,铁牛,叔叔帮你去讨回公道。 没一会儿,几人就到了宋铁牛家,此时宋家的大门紧闭,宋史称上去旷旷砸门。 这么晚谁呀,叫人好事。 宋铁牛的后娘王贵芬被打断好事,也被气呼吸,气冲冲地跑出去看看到底谁这么烦人。 等开了门,宋大兵才看清楚,来的人是宋史称和宋铁牛。 铁牛,你这是咋了?好好的,大半夜你咋弄得浑身是谁? 宋大兵,你家铁牛刚才掉河里了,如果我不是恰巧路过,你家铁牛估计已经没命了,你知道不? 你个臭小子,你没长眼啊,大半夜怎么会掉进河里,竟知道给我惹事。 宋大兵,有你这样当爹的吗?你儿子半夜跑了出去,你这个当爹的都不出去找他一下。 知道儿子出事了,你居然也一点都不心疼,你真是好样的。 说完,宋史称一点也不和宋大兵客气,直接一拳头砸在了他脸上。 你既然是个糊涂蛋,我就用拳头让你清醒清醒。 诶,诶,宋史称,虽然你是部队里的军官,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,我要帮帽子,举报你。 我要举报你,还要你赔医药费。 一听自己男人提到赔钱的事,王贵芬的眸子立刻冒出一股金光。 我咋忘了,还得找宋史称额钱呢?不要白不要,宋史称既然打了人,那就必须赔钱才行。 你今天要是不赔个五十块,这事我们就跟你没完。 举报,你们倒是去举报啊,正好,你们要举报帽子,我也想帮帽子,咱们一起去吧。 作为父母,你们就是这样对自己的儿子的吗? 听说自己儿子差点淹死,你这个当爹的也一副无所谓的态度,你跟畜生有什么区别? 这是我家的家事,和你一个外人有啥关系?宋史称,你别多管闲事。 你要是看不惯我们这么做父母,你就自己拔铁牛领回家仰呗。 宋大兵,我说你还是个男人吗?你家什么事都是婆娘做主吗? 宋大兵的脸顿时一阵胀红,宋史称这是在赤裸裸地嘲讽他被老婆骑在头上,不能当家做主。 男人都是要面子的,自然不肯在外人面前承认自己是个气管爷,把耳朵。 你给我闭嘴。 见宋大兵突然对他发火,王贵芬顿时吓了一跳。 这男人从来都不会说我一句,全怪这个多管闲事的宋史称,气死我了。 宋史称,我家婆娘说的也不是没道理,我们家养孩子就是这样,又没有死他,爱着你什么事了? 我这人就喜欢多管闲事。 宋大兵,王贵芬,你们以后长点记性。 铁牛以后是我照的人了,要是被我发现你们还敢苛待他。 见你们一次我揍你们一次,直到你们长记性为止。 听到了,也记住了,以后一定不敢对铁牛不好了。 见宋大兵乖乖听话了,宋史称又看向了王贵芬。 王贵芬吓得身子猛然一颤。 宋史称,你想怎样?你一个大男人的,还想对我动手不成? 你也好意思,打女人算什么本事,不嫌丢人吗? 我不打好女人,可如果遇上坏女人,我肯定不会手下留情。 打坏人是为民除害,一点也不丢人。 王贵芬听到宋史称这话,脸色顿时一变,眼看宋史称握紧拳头,又要冲上去打人。 宋史称同志,以你的身份,打这种女人太掉价了,这是交给我吧? 我也是女人,我打了她,别人也没法说闲话。 说着,江叔快速走到王贵芬跟前,对着王贵芬的脸就来了两下来。 来,姐姐交给你怎么做人。 王贵芬瞬间炸毛,王贵芬平时和生产队的婆娘打架从来没吃过亏。 可惜她今天遇到了江叔,注定要被交做人。 没一会儿功夫,王贵芬就败下阵来,本来王贵芬还算整齐的活。 片刻间已经被江叔挠成了鸡窝状,看起来狼狈至极,王贵芬长这么大,第一次被揍得这么惨,又恼又气,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 怎么样,宋史称同志刚才的话你记住了没,以后你们再敢欺负铁牛,我们不介意多收拾你们几顿。 本来还想嘴硬一下,可是自己嘴在硬,也没有人家的拳头硬啊,王贵芬忙点头硬的。 头好好,我知道了,我们以后一定好好对待铁牛。 铁牛,你记住了,以后你爹娘再敢亏待你,你只管和时辰叔叔说,或者跟这位江叔姐姐说,我们一定帮你出逃,他们不管说什么狠话威胁你,你都不要害怕,要勇于反抗,你越是害怕,不敢找人帮你,他们就越变本加厉地折磨你。 好,时辰叔叔,我知道了,我一定会按你说的做的。 宋史称把这件事妥善解决了,这才离开宋铁牛家,等宋史称和江叔走远了,王贵分手掐着腰,气呼呼地嚷嚷起来。 大兵,那两人是不是神经病啊,闲得但疼管别人家的事。 可不就是神经病嘛,正常人谁能干出这种事。 江叔和宋史称一前一后的离开,他俩并不觉得自己是神经病,就在江叔嘚瑟不已的时候,宋史称目不转睛盯上了他。 宋史称同志,你,你这么看我干什么? 小江之亲,你受伤的脚怎么突然就好了? 完了,刚才打架太枉我了,把这事给忘了。 装,你就继续装,小江之亲,我看你刚才做人那几招还挺厉害的,你这是练过,身手不错呀。 那个,宋史称同志,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的,平时我可温柔了,方才是被那两口子给弃着了。 嗯,应急反应下,爆发了身体内潜藏的能量,正常情况下我可没那么彪悍。 这丫头的话,是一句都不能信,满嘴跑火车。 要说刚才是意识激动,我还能信,可那天在现场,他可是一个人单挑了三个大汉,还都是身手不错的练家子。 宋史称同志,方才你为什么要直接对铁牛爹动手啊?万一人家真的举报你咋办? 这件事大队长不是没协调过,大队的人都可怜铁牛,知道他过得苦,为此大队长已经上完好说才说过很多次了。 道德层面的批评,对宋大冰两口子而言,根本没有任何震慑力,和这种人讲道理根本讲不通,他们唯一能听得懂的语言就是拳头与暴力。 没多久,宋史称就送姜叔回到了知青点,把人送到了,宋史称转身就走,姜叔正打算回屋,突然贴见沈娇娇和宋文斌也刚刚从外面回来,两人回来后,开始生火做饭。 这两个大腕上得还告撒子,让不让人睡焦脸,白铁补给急干活,腕上都得假扮假电,然后业力休息不好,又迎向第二铁伤拱,只会无限恶心循环。 幸亏和齐文斌坏了,要不累成狗的就是我了,沈娇娇拖累别人没事,只要不拖累我就行。 齐文斌今天真的累坏了,回来坐了好半天,还气喘吁吁的,颜色很不好看。 第二天一早姜叔在外面翘着二郎腿坐着,马建国突然跑过来。 马之青,有事吗? 姜之青,你这里有退烧药吗?齐之青昨晚回来就病倒了,今天一早起来,我们发现他的身上很热,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不好,应该是发了高烧,得吃退烧药才行。 带我去看看,我略懂一点医术。 姜叔看着躺在床上的齐文斌,心里笑开了花,但是还是装镇定的把脉。 没有多大问题,你们等我一会,我去取个药。 随后姜叔偷偷来到羊圈,拿着纸抓起一块羊巴巴迅速跑进屋,直接给齐文斌当作要引符下。 小将之青,这是宅羊。 秘方,放心,我保证小旗之青不出两日就能好起来。 街上集里兰花为报复姜叔把自己儿子送进小黑屋之丑,联合公社的弟弟利用职权断了红星生产队的拖拉机。 想借拖拉机没问题,但一定要好好惩罚一下姜叔。 作为大队长,想故意刁难一个小之青,那得简单了,无非就是多给他安排些重活儿。 姜叔一个小姑娘,干两天调大粪,缠住室的活儿,很快就会崩溃掉。 之前那件事本就是王大志做的不对,王大志被公安抓去改造,这笔账怎么能寄到姜叔头上呢? 哼,不答应拉道,红星生产队不仅是这次别想借到拖拉机,往后永远都别想借到了。 这消息宋宝田没有往外说,可还是从小到传到了生产队。 村里的知青就是墙头草,知道消息后谣言四起,各种猜疑声层出不穷。 我就说,鸡蛋碰得过石头,这个小江之青当初非要招惹王大志干啥。 现在好了,王大志的舅舅不肯给咱们生产队摩托拉机,这次修堤坝才能红星生产队怼出不少人力呢,以后浇公粮的时候更麻烦。 是啊,有些事非要叫针干嘛呢? 那丫头到底是太年轻了,做事不计后果。 她还觉得自己牛逼红红呢? 现在好了,把咱们都连累进去了。 那些下乡的知青们,就喜欢折腾秧乐子,没一个是省心吧。 墙头草随风道,有好处的时候一个镜夸你,带来祸换石,一个镜损你。 那个王大志做了违法的事,小江之青把他送给公安处置,哪里做错了? 这种货还不给关起来,还留在生产队当菩萨公吗? 咱们谁不知道王大志坏,但他就是不好招惹啊,人家舅舅随便找个由头,就不给咱们生产队拨拖垃圾,得罪了他有啥好处。 现在好了,咱们跟着一起受连累,工粮交得不及时,等年底评选先进集体的时候,咱们生产队肯定是没份了。 王大志舅舅公报私仇,故意不补给咱们生产队拖垃圾,你们不骂他那个混蛋干部,反倒是怪起了小江之青,还真是势子专挑软的你啊。 谁敢欺负小江之青,先过我田翠娥这关。 田翠娥在生产队是出了名的彪悍不好惹,他这么一嚷嚷,还真没人再敢当他的面说江叔的不是。 刚把我儿子送进去,江叔一个没权没事的小之青,还想跟我们斗,等着吧,迟早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剑丫头给治得服服帖帖。 很快这件事自然也传到了江叔耳中。 既然王大志的舅舅不肯拨给我们拖垃圾,那我就去给生产队借辆货车。 陈副欧是城里机械厂的副主任,听说机械厂是县城最大,效益最好的厂子,我平常维护的关系终于能派上用场了。 江叔找到宋宝田。 大队长,公社休堤坝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啊? 小江之青,你问这个做什么明天下午? 大概需要几天? 大概三天。 大队长,借不到拖垃圾,咱们生产队出一辆货车,可以不? 宋宝田愣了一下。 拖垃圾都没有,还想要货车,要是有货车肯定更好,咱们生产队就一点力都不用出了,而且寄的功劳还肯定比其他生产队高。 可是哪里弄货车去? 大队长,我应该能给咱们红星生产队借来一辆货车,等我弄来了货车,咱们的队员就不用去修地坝了,都全力以赴去掰玉米。 小江知青,货车哪里是那么好弄的?只有县城的那些大厂里才有货车。 江叔啊,叔知道你心里着急,想帮生产队解决问题,不过凡事不能勉强,我再去想想办法吧。 江叔淡淡地笑了笑,没再和宋宝田多做解释,他准备下午就去县城找臣妇,争取明天上午就让机械厂那边将货车送来。 见江叔找宋宝田好像在密谋着什么,李兰花悄悄跟了过来,想偷听这两人在计划什么,没想到一来就听到江叔说要给生产队借货车。 有些人吹牛都不打草稿,通垃圾都借不到,还借货车呢?真当货车是地里的烂白菜,说借就借的。 这丫头真是越来越狂了,什么牛皮都敢吹,估计是一类之前得了公安送的锦旗,就飘了,真把自己当客算了。 李兰花故意嚷嚷得很大声,就是想让江叔当众出丑,果不其然,大家在听到李兰花的嚷嚷之后,都朝这边凑了过来。 见队员们你一句我一句地嘲讽江叔不自量力,李兰花的心情大好。 你就这么笃定我借不到货车,要是我借到了呢? 李兰花,要不咱们就此时打个赌呗,你敢不敢? 我要是能借到货车给咱们生产队救济,到时候你就帮大队挑一个月大份,要是我借不到,我来挑一个月大份。 打赌就打赌,谁怕谁啊? 好,我借不到,我挑一个月大份,我借到了,你挑一个月大份,咱俩立铁为证,再请大队长给咱们做个见证。 小江之清,我觉得打赌就算了吧,没必要。 大队长,这可不行,赌注是江之清自己开的,我和他已经达成了赌约,咱们做人得讲诚信,说出去的话不能反悔, 不是你说让他不赌了,我和他的赌约就作废了。 大队长,您就给做个见证吧,我都已经说好了,肯定不能食言。 小丫头到底是太年轻,太容易冲动了,他拿小身子骨,让他去挑一个月大份,这不是开玩笑吗? 估计两天就要累趴下,既然拦不住,就只能随江叔去了,祈祷他自求多福吧。 田翠俄是之后才知晓的这件事,知道以后,也不禁替江叔犯愁起来,准备找宋史诚商量商量,要脸,树要皮,沈娇娇的脸皮最无敌。 沈娇娇见江叔买了自行车,莫名感到一阵恼火,虽然他自己也有一辆,可他就是见不得江叔出风头,忍不住出演嘲讽江叔借不到拖拉机就要去挑大份,江叔也不惯着他,上去两巴掌瞬间安静了。 佼佼,我害怕,你看我这样哪里能跟人打架啊,别说打江叔了,我现在这个状态,打三岁小孩都费劲。 街上集宋史诚回到家就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。 老三,小江之亲和李兰花用两桶粪便打赌,谁输了谁就要挑一个月粪便,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,你在县城有没有什么门路啊,要是有的话,这是你必须要出手帮帮小江之锦啊。 娘,你别着急,我下午就去县城问问,尽全力帮他借到货车,因为没有牛车。 随后宋史诚直接跑到县城了,而江叔这边倒是淡定得很。 我空间各种物资丰富,即使借不到车也不怕。 知青点这边的知青们见江叔这么悠闲,都忍不住替他捏了把汗。 沈娇娇看不惯江叔在乡下混得风生水起,每天都盼着江叔倒大煤。 到时候江叔说了赌约,挑一个月大份,我一定要在江叔面前好好奚落他一番。 随后江叔找到宋宝天,宋宝天骑着牛带着江叔直接赶到了县城。 宋大爷,您不用等我了,先回去吧,我等会儿买辆自行车,自己骑车回去。 好,小江知青,那我就先回去了,你一个女娃娃,回去小心一点啊。 好,宋大爷,这大热天的,您回去也慢点,送我来县城真是辛苦您了。 从江叔告别之后,宋大爷就仰着牛鞭,赶着牛车回去了,江叔先去纺织厂找到陈念。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呢? 江叔也不和陈念末计,直接说自己遇上了麻烦,将自己的需求说了出来。 这都不算事,小叔,走,去机械厂找我爸,我和我爸说一声,让他给你云一辆货车。 因为江叔平时在人情事故方面做得面面俱动,陈母没少在陈父面前夸赞他,所以陈父虽然没见过江叔,但对他的印象非常不错。 不过是借一辆货车给向阳公社用三天,这不是什么大事,我给你派两辆车。 叔叔,这次真的太麻烦您了。 这有啥,一点也不麻烦,我家小念的命都是你救的,这个恩情叔叔莫尺难忘,以后你只要遇到啥解决不了的困难,就只管来找叔叔帮忙,可千万别客套。 虽然陈父表现得非常慷慨热情,但是人情总有用完的时候,这次托陈父帮了这么大的忙,我可不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,以后我一定会找机会还这个人情。 而此时,宋世辰也顺利地借到了一辆货车,他找的人叫孙宏伟,本来也是部队里的一个军官,因公受伤之后就退下来了,他家里也有些关系,把他安排到安线来当干部。 顺利借到货车,宋世辰又顺便提了一嘴王大志那个舅舅公报私仇的事。 如果王大志舅舅这个货害不产除掉,以后肯定还会找江叔和红星生产队的麻烦。 当孙宏伟听到宋世辰说出宋大志舅舅的恶劣行径后,不禁感到十分气愤,组织里绝不能容忍这种毒瘤的存在,我们这些当干部的,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,可不是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。 哈,你放心,这件事我派人调查一下,如果你说的属实,我一定会将那个毒瘤铲除出我们的队伍。 宋世辰又和孙宏伟道了歉,便告辞离开,又跑步前进,朝红星生产队赶去,江叔也准备回去,他找了一个僻静没人的地方,将一辆崭新的二八杠自行车拿了出来。 江叔骑着自行车,朝红星生产队的方向赶去,看到宋世辰的那一刻,江叔还以为自己眼花了。 他怎么来县城了?宋世辰同志,你怎么在县城啊? 宋世辰听到熟悉的声音,就知道是江叔。 来县城办点事。 宋世辰同志,那真是敢巧了,我也来县城办点事,正好,咱们一起回生产队吧。 骑自行车,你坐牛车快多了,两人没一会儿就到了生产队,到了生产队的路口,宋世辰赶紧从车上下来。 你自己骑回去吧,免得别人看到咱俩走得这么近,传出不必要的闲话。 那好吧,宋世辰同志,你回去路上慢点。 回知青点的路上,路过田地里头时,遇到了本大队的几个队员。 哎哟,小江知青,你从哪里弄的自行车,看着可真心啊。 我今天去县城新买的。 子子,这些下乡的知青可真是一个鼻子有钱啊。 沈娇娇买了一辆自行车,转头江叔也买了一辆,真豪气,不像他们乡下人,砸过卖铁也买不起自行车。 而沈娇娇见江叔买了自行车,莫名感到一阵恼火,虽然他自己也有一辆,可他就是见不得江叔出风头。 你不着急去借货车,还有心思买自行车呢? 你要是借不到货车,就等着挑一个月大份吧,到时候看你还怎么得瑟。 你莫不是脑子有病吧,没事找事,真是欠仇,既然疲痒了,我就成全你。 你这种人根本没必要废话,打一顿就老实了。 江叔二话不说,直接冲到沈娇娇跟前,对着她的脸就上了两个耳光子。 让你嘴巴巴个没完,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,以后再敢避避我的事,我把你打成猪头。 沈娇娇毫无防备,结结实实挨了两个大光,脸上立即浮现出两个巴掌印,很快就肿了起来。 你凭什么打我,谁让你没事找茬,敢避避我,我就揍你,你自己管不住嘴,我不介意帮你管一下。 沈娇娇被打得毫不委屈,放声大哭了起来,看热闹的老知青们没一个帮沈娇娇出头说话的。 在大家看来,沈娇娇挨打,完全是活该。 他要是不去没事找事,主动嘲讽西罗江叔,江叔怎么会打他? 沈娇娇把目光投向齐文斌,此时的齐文斌刚吃完药退了烧,身体还处于极度虚弱的状态,哪里有力气帮沈娇娇找回场子,只能赶紧跌过头去。 没用的东西。 娇娇,真的对不住,不是我不想为你出头,是我生病了,身上实在提不起一点力气,刚才走一小段路都差点晕倒。 娇娇,娇娇,娇娇。 齐文斌,你哥没肿的窝囊费,老娘都被欺负了,你还不给我出头。 你别生气了,虽然咱们收拾不了江叔,可他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,明天他交不出大货车,到时候就得挑一个月大份,肯定会累死他,臭死他。 我低乖宝,我的小哈尼,最最爱你。 沈娇娇本来非多快气炸了,在听到齐文斌的安慰之后,心情顿势好了很多,气也消了大半。 明天一到,江叔的好日子就到头了,有人会替我收拾那个臭女人。 别说挑一个月大份有多累了,这大热天的,大份的味道那么重,让人站在旁边指纹不挑,都能被熏个半死。 无疑是最痛苦最糟醉的魂,小江之亲倒霉了,啊哈哈。 我病这么严重,还要来哄这个祖宗,真是太悲催了。 另一头,江叔等天黑之亲们都睡下了,偷偷摸摸去了牛棚。 牛棚这边的人干活比其他队员们更苦更累,本来就已经够累的了,这要是再吃不好,身体根本扛不住。 为什么父母上一试没能熬过去,不就是因为生活条件,物质条件实在太差了吗? 小叔,今天爸爸在干活的时候,听说你和一个队员打赌,要帮生产队借一辆货车,借不到的话就得挑一个月大份。 爸,你不用担心,陈念的父亲是机械厂的副主任,直接给我搞来两辆货车,这个赌约我输不了。 江文州本来一直非常担心这件事,现在听到闺女的话,心中的忧虑顿时一扫而空。 好好好,那就好,小叔,爸就知道你做事靠谱,不会打没把握的仗。 爸,你放心吧,凡是没有实诚把握的事,我都不会去做的。 第二天江叔上工的时候,队员们的目光都纷纷落在了他身上。 小江知青,你不是说要给咱们生产队弄一辆货车吗?怎么到现在还没进货车来啊? 你急什么,不是下午才要用货车吗? 江叔,我看你就是死鸭子嘴硬,鬼才信你能借到货车,等下午还没借有货车来,你就老老实实去挑大份吧。 这话我原封不动还给你,我要是借到了货车,你就乖乖的去挑一个月大份吧。 李兰花被江叔气得一阵吹鼻子瞪眼。 死到临头还嘴硬,现在就让你逞一下口舌之快,等下午你弄不到货车,有你哭的时候。 货车哪里是那么好借到的? 那个江叔就是吹牛皮,他还出面借货车,就算是公事的领导出面去借,只怕都没那么容易成功。 嘖嘖嘖,到底还是太年轻,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,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 啊,哈哈哈哈。 王金花,你在干什么呢? 整天嘻嘻哈哈,等于自杀,还不赶紧干活。 好嘞,免。 现在先让李兰花嘚瑟一下,等下午货车来了,这可老婆子的脸就会被打得啪啪响。 天翠鹅平时最见不得李兰花猖狂的样子,想着这次不仅能打脸李兰花,还能让她挑大份,心里就说不出的畅快。 果然,没过太久,便见到一辆大货车轰隆隆朝生产队开了过来。 快看,快看,货车,江叔还真的借到货车了,不可能吧? 江叔这臭女人,到底什么来头,真借到了大货车。 生产队的大队长是谁,我们是受江叔江之青的委托,开货车过来帮向阳公社修筑堤坝的。 真没想到,江叔真的把货车借来了。 我弟乖乖,小江之青居然这么厉害,竟然真的能借到大货车啊。 我还以为小江之青是吹牛的,没想到人家是真有本事啊,我服了,之前是我狗眼看人低了。 大队的很多队员就是墙头草,你能给大队带来好处的时候,他们就一个劲儿地夸你。 宋宝田听说了这事,马不停蹄地奔了过来。 江叔这丫头真是天降福星,是我们红星生产队的救星啊。 有了这辆大货车,我们红星生产队在公社那边可就能支冷起来了,出人力的是交给其他生产队便可。 之前陈年的爸爸不是答应好的,要给我借两辆货车吗?现在怎么只有一辆?是机械厂那边的货车不够用,只能给我挪一辆? 小江之青,谢谢你帮生产队借到了货车,这样咱们红星生产队不仅能省下很多人力,而且还能在公社那边记下更多的功劳。 大队长,我身为红星生产队的一员,为大队做贡献是应该的,即使燃烧我自己也甘之如頤。 江叔这话说完,宋宝田看向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敬佩与欣赏,此刻的里兰花,脸色已经一片惨白。 江叔真的借到了大货车,那我岂不是要完蛋了? 就在大家因为江叔成功借来一辆货车而欢呼雀跃的时候,突然又有两辆货车轰隆隆开进了生产队。 不是已经借到一辆货车了吗?怎么又来了两辆?难不成这两辆货车也是小江之青借来的? 是县城的机械厂委派我俩过来的,开货车帮你们向阳公社修地坝。 啊,对,我们是受你们生产队的江叔江之青委托而来的。 听到两个货车司机的话,宋宝田的心情更是激动万分,宋宝田看向江叔的眼神也越发的炙热。 我的乖乖,小江之青不仅借到了货车,而且还超额完成任务,借来了三辆。 这么看来,后面来的两辆货车才是机械厂派来的,而第一辆货车应该是受别人委托而来的。 居然有人在背后偷偷帮我,此人究竟是谁,不会是宋时称吧? 此时的李兰花也完全傻了眼,想到输掉赌约的惩罚,李兰花就忍不住双腿发软。 李兰花,你打赌输了,人家小江之青不仅借到了货车,还借了三辆呢? 愿赌服输,你是不是得履行自己的诺言? 从今天开始,挑一个月大分啊。 左人耀眼而有幸,说过的话可不能当放屁,当初你和小江之青打赌的时候,大家可都是做了见证的。 大队长,我只是和小江之青开个玩笑,哪里能当真啊? 不当真,开玩笑,你要真是开玩笑,当时会拉着我给你们作证。 李兰花,你不是小孩子了,一把年纪还说话不算数,想耍无赖啊,愿赌服输,我希望你能守约蒋成信,千万不要做破皮无赖,不然谁还看得起你。 江叔,你这小贱体字一开始就在故意坑我,是不是? 你就是见不得我好,所以故意诱导我和你打赌,然后害我挑一个月大分。 年纪不大,心思怎么这么坏,心严子这么多,这么恶毒呢? 李兰花,你仗着自己年纪大,就以老卖老不讲道理啊。 什么叫我诱导你和我打赌? 我和大队长说我能借到货车,是你主动跑来质疑,还到处说我在吹牛逼,你不就是料定我借不到货车,才一口应下赌约的吗? 我又没逼你,现在你输了,讲这些有的没的,要脸不? 果然,人要脸输要皮,人不要脸天下无敌。 我看你这人不仅没脸没皮,还喜欢倒打一耙给别人泼脏水,既然输不起,当初你为啥不管住自己的嘴,不要乱逼逼,仇不报往为人。 王大志那个舅舅竟然故意刁难我,呵呵,今天我就教教他怎么做人。 半夜江叔穿上夜行衣,蹲在王大志舅舅毕经禄的草丛里,等王大志舅舅往这边走过来的时候,江叔猛的就跳出来了,冲过去对着他就抡了一遍霸,王大志舅舅受到高压电击,一瞬间就晕死了过去。 喂,李春明,快醒醒。 江叔举着电棒朝着对方踢了两脚,见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,于是蹲下全力掐他的人中,江叔用了全部的力量,都能够把李春明的人中钻出个孔了。 剧烈的疼痛让李春明应了一声转醒了,浑浑噩噩的睁开了眼睛,就看到举着电棒的青蛙。 月光下,笑得一脸诡异的青蛙高举着电棒对着李春明。 还没开始教训你了,你就晕过去了,那你不是感受不到电棒被电得快赶了吗? 来来来,千万别晕,人生短短几十年,反正都是要嘎的,千万不要怕。 李春明连续的电感让李春明身体忍不住的颤抖,随即又晕了过去。 喂,喂,怎么这么不抗电呢? 江叔啪啪啪地拍在王大志舅舅的脸上,见他没有什么反应,这次才算作罢。 难惹老娘,老娘让你吃不了兜着走,真是累死我了。 今晚这一场惊吓,就算不能给李春明弄得半身不随,至少也能给他弄得哥精神错乱啊。 快到红星生产队的时候,江叔又恢复了原本的装扮,为了避免不被人怀疑,江叔回知青点的时候,还背了一捆柴火。 江知青,这么晚你还去打柴火了? 嗯,我看咱们知青点的柴火剩得不多了,闲着没事,就去打了点回来。 真是辛苦你了。 不辛苦,这又不是啥重活。 说着,江叔放下柴火,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 身为人民公仆,却总是为难老百姓的败类,就是欠收拾。 我真是做了一件承恶扬善的好事,睡觉睡觉。 另一头,王大志舅舅可太惨了,没多久他就被人发现,把他身上的麻袋一打开,就见他一副鼻青脸肿的模样,好不凄惨。 好在去医院检查一番后,发现受的都是皮外伤,不是太严重,他的家里人这才松了一口气。 大哥,到底谁把你打成这样子的? 家里人报了公安,公安同志也在旁边对王大志做笔录,看能不能从他的言语间获得有用的信息,顺藤摸瓜,将打人者绳之以法。 我作为公社的干部,平时可是非常风光的,别人连骂我一句都不敢,别说对我动手了。 没想到今天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,我一定要抓到凶手。 随后王传志把嫌疑人的样子给帽子描述了一下。 公安同志,麻烦你们一定要仔细调查,把打我的坏人抓住,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 你放心吧,这是我们一定会全力摸查的,查到眉目,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 等几个公安同志离开后,王大志的舅妈叹了口气,嘀咕道, 你这到底得罪了税,走了什么梅云,怎么莫名其妙被人走了一顿。 而王传志和李兰花做梦也想不到,这件事只是倒霉的开始,接下来还有更大的噩耗保护他们。 第二天一早,医院里又来了两个公安同志,找到了王大志舅舅。 两位公安同志,是不是昨天打我们的那个王八糕子抓住了? 没曾想两个公安同志没有回他的话,而是用一样的眼神看着他。 用这种眼神看我干嘛,我是受害者又不是施暴者。 两位同志,怎么,你们也查不到那个打我的不法分子吗? 哎,可惜当时没人看见,也不知道那个王八糕子到底是谁。 你就是李春明吧? 王大志的舅舅,也就是李春明,下意识点了点头。 昨天我做笔录的时候不是已经报过自己的姓名身份了吗? 现在又明知故问,搞什么名堂? 李春明同志,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,我们今天过了,是找你调查一个案件的,还请你配合。 什么案件? 昨天我被人打了,报了案,已经有公安同志来找我做笔录立了案,我已经把指导的线索全说了,还要找我调查什么? 李春明同志,我们今天是来调查你的工作失职行为的,有人举报你一拳贸私,公报私仇,还乱来不正当关系,上面派我们来跟你做个笔录。 李春明一听这话,脑子里嗡的一声,彻底猛圈了。 不是调查我被人打的案件吗?怎么一夜之间我变成了被调查者? 别说李春明惊住了,李春明的家人也都跟着傻了眼,尤其是李春明的媳妇,王大志的舅妈,听说公安同志要调查自己男人乱整不正当关系,立马就炸了毛。 我那人拱报私仇,一圈摸死的事我是直消的,而他在外面弯不正当关系的事,我却是一顶顶都不知道,竟然背着我做这勾切直视。 公安同志,你们不能诬赖好人了,我是人民的好干部,一直以来都在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,违背组织纪律的事,我怎么可能会干呢? 李春明同志,这个你不用和我们说,尽快办理出院,然后跟我们去一趟公安局,接受详细调查。 不管李春明如何辩解,最后还是被公安同志带走了,家里人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,到底是有人举报了李春明,还是上面查到了什么? 说好了要请送家人吃饭,我肯定得去弄点好的食材回来。 江叔这边,第二天一早就去了县城富士品店,买了两斤五花肉,还买了两斤排骨,一条黑鱼和一块嫩豆腐,因为要请客,需要烧的菜比较多。 江叔一回来就开始准备了,因为江叔的厨艺太好,做出来的饭菜味道实在太香了,齐文冰背着香味勾的,哈辣子留了一地。 从屋里探头朝江叔的房间望了望。 妈呀,好香呀,好想吃,但是我出去要他不能一定给我,而且他要是揍我怎么办,好想我妈妈。 一切都忙好,江叔便去地里招呼田翠了,在路上碰见了正在回家的宋宝田。 小江知青,你这是干什么去? 宋队长,我去找田婶子,你这是打了只黄鼠狼吗? 最近家中的鸡总是莫名失踪,这黄鼠狼肯定是到我家偷鸡了,让我给逮着。 我寻思送到公室让齐文冰把皮子拔了。 江叔怎么看这小黄鼠狼都眼熟? 宋队长,你能把这只黄鼠狼云给我吗?正好我想要这么一张皮子过冬。 宋宝田看了看手中的黄鼠狼,鉴于之前江叔借到了货车,立了大功,他也就爽快地答应。 那行,这黄鼠狼就交给你了,小心别咬刀手。 那谢谢宋队长。 等宋宝田走后,江叔进入到了自己空间。 黄大仙,你怎么还能让人给带住?你别动,我给你处理伤口。 黄大仙好像真真听懂了似的,一动不动。 看你这小腿都受伤了,是宋队长打的吗?你说你没事去招惹他做什么?今天幸亏有我,以后你小心点。 你跑什么?你是让我跟你走吗? 江叔这下好奇了,跟在他后面往山里走。 这时候黄大仙转身伸出一只爪子,指向一个方向。 大仙,你真的成精了,走,你带路,让我看看你想给我看什么。 得,我现在什么都给拦你,你一定要替我出气啊,我就见不得江叔好,我要狠狠把他踩在脚下。 娇娇,你别着急,回头你把人给骗上山来,我把他给绊了,你说怎么样? 爹,你想的没? 两个人憋不出一个好屁,光天化日之下做如此龌龊之事,真是辣眼睛。 黄大仙,我们先走,现在还不是时候,等回头我再想办法收拾他们。 你是想现在教训他们吗? 随后江叔从空间拿出了一种药,他拿的是那种让那个东西增大数倍的药。 没想到这种药也有派上用场的时候,黄大仙,这个药是散剂,现在正好有风,能不能成就看天意了? 你们就尽情玩耍吧,齐文兵敢打老娘的主意,我让你半身不随,呸,晦气玩意。 黄大仙,你快走吧,后会有期。 随后江叔到田地找到田翠鹅。 翠鹅婶子,饭菜我已经做好了,你们直接去我家吃吧。 痛,小江之清,你先回去,我们先回家一趟,洗把脸就过去,正好喊我家老三一起。 田翠鹅过去的时候,打算只带着宋宝国,还有宋世辰,他们三个人去就行了。 爷,就你们三个过去吃,不带我们一起吗? 江叔都能买得起自行车,条件肯定差不了,绝对是不差钱的主。 请他们过去吃饭,肯定会准备不少好菜,不用想,肯定有肉。 虽然这段时间家里吃了不少野猪肉,可是我是很馋夹猪肉。 想到夹猪肉的滋味,王金花就忍不住口舌生惊,咽起了口水。 有啥好吃的,这个老二媳妇永远冲在最前头,小孩子嘴馋好吃就算了。 可王金花多多大年纪了,一个大人还这么贪子爱吃,他到底怎么好意思的,要不要脸啊? 老二家的,你不知道做人的自觉点吗?你看咱们一大家子有多少人,都过去,一顿饭估计就把小江知青一个月的口粮吃没了。 人家好心请我们吃饭,我们可不能没脸没皮去扣人家。 王金花听婆婆把话说得这么绝,看来是铁了心不想带他们一起去吃,根本没有回旋商量的余地。 算了,不去就不去。 没一会儿,三人就到了知青点。 白勇,小江知青,你请客吃饭,搞点家常便饭就行了,咋准备这么多菜啊,这得多破费啊。 神儿,我难得请你们吃顿饭,还不让我多整几个菜啊,你们说这话,是瞧不起我啊。 很快大家大快躲一起来,宋世琛忍不住思索起来。 这丫头到底还有多少本力? 真是让人无头。 江叔这边吃的正在尽兴,齐文斌可惨啊,从山上回到家后的齐文斌浑身燥热,他的胸长大了,还隐隐的胀痛。 齐文斌受不了,跑到了知青点的小河边,进行散热。 齐文斌最后实在受不了了,只能去找村上医生给看看。 医生,我现在浑身难受,不知道怎么了,而且胸部还胀痛胀痛的。 别搅医生举着听真气听了一番,又这里暗暗那里摸摸,最后好拿出了放大镜,一番折腾后得出了结论。 这是命中圈女人,回去吧,这个并无解。 李兰花这边已经挑了好几天大份了,炎热的三复天理,粪便的味道简直能把人熏死。 一天还要挑那么多,她又是个女人,身体真快被累散架了。 我顶多再坚持两天,就会累垮掉,想到还要连着挑一个月,我真想一头撞死了。 江叔那个臭女人,我都恨不得弄嘎她,可是我哥哥竟然被帽子带走调查了,没了哥哥的帮衬,我自己无权无事,只能认命。 江叔这边和大队的人吹着牛逼,突然看见一辆轿车开进了生产队,在队员们的满脸问号中,轿车停了下来,随后车里走下来好几个公安同志。 江叔同志。 黄局长,你好,请问你专程来找我有什么要紧事吗? 江叔同志,我代表我们安丰县帽子队伍郑重地感谢你,多谢你上次帮我们抓获了那几个不法分子。 经过仔细排查,我们发现他们是一个特大人口拐卖团伙的重要成员,通过捣毁这个拐卖团伙,我们解救了很多被拐卖的妇女和儿童。 为人民服务,能帮公安抓获不法分子,帮助那么多妇女儿童脱离苦海,我感到无比的荣幸。 黄局长,您这样就客气了,这又给我送了锦旗过,来,我都不好意思呢。 这丫头真会演,当初可是她自己提出来的,让我给她送锦旗。 开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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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滚。 卧槽。 太阳出来我爬山坡,爬到山顶我想唱歌,成歌他不说只看着我来笑我,我知道他在等我的大花叫抱一抱那个抱一抱,抱着我成歌上花叫。 此时宋时辰刚好从山上下来,走着走着,突然听到一阵歌声。 听这声音,是江叔,歌词里的称歌是谁,这丫头咋好意思唱出来的,一个小姑娘家,也不知道矜持点。 果然,没一会儿,在歌声传来的方向,就见一个小丫头走了过来。 小江之清。 江叔停下脚步,便正好对上宋时辰好看的眉眼。 刚才自己唱的歌词,是不是都被宋时辰给听到了,尴尬了。 宋时辰同志,你这是刚从山上下来啊,咦,这些都是你打的野味吗,你也太厉害了吧。 嗯,刚打到的,今天运气不错,端了一个野鸡哦,这只送你,你拿回去吃吧。 宋时辰丢下野鸡,然后直接扛着贝罗朝宋家的方向走去,不给江叔拒绝的机会。 江叔拎起野鸡,正正地看着宋时辰离去的背影。 他给我送野鸡,算不算关心我? 拎着野鸡,江叔继续哼着轻快的小曲回了知青点,见江叔拎回来一只肥大的野鸡,知青们全都羡慕不已。 江叔的运气真不错,竟然能打到野鸡。 马的笔,你闭上你的臭嘴。 沈娇娇盯着江叔手里的野鸡,眼珠子都看直了。 我都好几天没吃上肉了,之前带的肉票都已经花完了。 我这几天自己干活都快累死了,再不吃点好东西,真要撑不住了。 江之青,你这只野鸡卖不卖,要是卖,我愿意出钱买,你放心,我不会让你吃亏的,价格你来定。 不卖,江之青,咱们都是下乡的之青,就得互帮互助,我这几天身体不舒服,需要吃点好东西补一补,你就发扬一下猪人为乐的精神,将这只野鸡卖给我吧。 而且我又不是白要你的鸡,你要多少钱我都给,你至于这么不惊人情吗? 江叔见沈娇娇又想作妖,便白了这女人一眼。 沈知青,我不缺钱,我的东西凭啥必须卖给你,你这人咋这么坏呢? 明知道咱们不能搞投机倒把,你还找我买东西,是不是想害死我呀? 我要真的好心把鸡卖给你,万一被人举报了,咱俩都要完蛋,你想死,可别拉我下水。 江叔这么大一顶帽子扣下来,沈娇娇顿时被吓得脸色一白,这年头搞投机倒把的事,被抓住,后果非常严重,轻则被批斗,重则蹲橘子。 如果真被人举报了,不仅是江叔倒霉,我这个买东西的人也会同罪处理。 娇娇,算了,不至于为了吃一口鸡把自己搭进去。 另一台,宋世辰拎着两只野鸡回到家。 老三,今天上山收获这么大。 嗯,并且不错,碰到一个野鸡哦。 王金花一看小叔子弄到了野鸡和野鸡蛋,脸上的笑容根本止不住。 三弟可真厉害,大猎的一把好手。 嗯,今晚咱们就炖上一只吧,这野鸡趁着新鲜的时候,最鲜最好吃。 王金花盯着地上的野鸡,想到鸡汤鸡肉的滋味,咕咚咕咚咽咽起了口水。 那声音,隔二里地都能听见。 田翠鹅最瞧不上王金花那副馋样。 多大的人了,跟个饿死鬼一样,三岁小孩都没它好吃。 老三,这野鸡,野鸡蛋,留着明天吃吧。 难得弄到点好东西,明天喊小姜之亲过来一起吃。 王金花听到田翠鹅的话,脸色立马拉了下来。 婆婆对那个小姜之亲是不是好的太过分了,家里有啥好东西都要找他来一起吃。 说好听点是大方,说的不好听就是傻缺。 这年头粮食与肉品多紧缺啊。 自家都不够吃,还白给外人吃。 重点是送食餐弄回来的野味又不是很多,家里人口多,分一分,一人都吃不上几口。 难得搞到点好东西,还要分给别人吃,真不知道我婆婆脑子是不是进水了。 不过王金花也就敢在心里吐槽一下,可不敢说出口。 娘,你不用请他来吃了,其实我今天打包三只野鸡,路上遇到小姜之亲,直接送了一只给他。 三弟,你只接送了他一只,这也太败家了吧,咱们一大家子才吃两只,他一个人能吃得了一只。 王金花真可谓痛心疾首。 而现在看来,我这个小姜子才是真正的大傻缺,出手大放也不能这么和和吧,直接送出去一整只野鸡。 野鸡是你三弟打的,你三弟想送给谁就送给谁。 撒,你还想当家做主了? 他打回来的野味带着你一起吃,你不知道感恩就算了,还指手话嚼起来了。 老三,你可真是好样的,开窍了,知道主动给小姜送东西了。 姜叔回到屋里就开始炖鸡汤了,鸡汤的香味慢慢飘了出来,馋得整个知青院的人都忍不住咽口水。 他一个人哪里吃得了那么多鸡肉,喝得了那么多鸡汤,也不知道给咱们云点尝尝味。 拿得比,你还真够脸大的,你以为你是谁啊,人家凭啥白送给你尝尝,真把自己当回事了,想占便宜想疯了。 我又没和你说话,你机歪什么? 就是,马东梅,你这人真爱多管闲事,张志青又没和你说话,你有啥资格管东管西的,大队长东梅你管得宽。 我就是见不得有些人不要脸,嘴长在我身上,遇到看不惯的我就是要对。 好了,都别吵了,有什么好吵的,都几点了,还不赶紧去做饭,赶快吃完饭上床睡觉,不然明天哪里有力气干活。 沈娇娇气呼呼地回了屋。 娇娇,咱们可好多天都没吃上肉了,你爸妈什么时候才给你寄肉票啊? 自从下乡以后,齐文斌和沈娇娇出对象,主要是因为在沈娇娇这儿得了不少好处。 以前在家的时候,我好几个月都吃不上一回肉,现在跟沈娇娇出对象了,吃肉的频率大大提高,嘴也被养娇了。 我也不知道,可能我爸妈最近有点忙吧,你放心,我爸妈最疼我了,等他们忙完了,肯定会给我寄很多肉票的。